曾经宠冠六宫的凤贵妃 得罪了楚清皇被打入冷宫 如今皇帝为了掩埋真相 直接送他们上了黄泉路 次日 皇帝带着陈海和吃食 去了凤昭仪居住的冷宫轻英殿 刚踏进宫门 里面就传来一阵暴怒的斥责声 这是什么才 本宫从来不喜吃鱼 我要的是蜜枝鸡 你们听不懂吗 宫女的手已经被碎片划破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娘娘恕罪 今日御膳房没有蜜枝鸡 凤昭仪就是在虎脚蛮缠 故意拿宫女泄起 敢故意克扣本宫的伙食 你是不是以为本宫被贬了 就可以不把本宫当回事了 六公主楚依林也来添油加醋 母妃不必生气 爱母妃赴了宠 到时候就直接拉这个小贱臂出去杖壁 省得让母妃看了心烦 皇帝在门外听着里面的怒吓和求饶声 面上没有情绪波动 平静地让人害怕 贴身太监陈海苗朵 适时地喊了声皇上驾到 殿内所有声音戛然而止 凤昭仪和楚依林看到 从外面进来的皇帝都惊喜不已 连忙跪下扣手 母女两人都觉得 是皇帝许久未见他们 想他们了 说不定今日就会恢复未粉 重回永福宫 小宫女捂着流血的手 静静地跪在一旁 皇帝沉默地打量着母女二人 这宫里人素来习惯 捧高踩低 能在冷宫里把日子过成这样 果然是有人庇护 陈海将带来的石盒 往桌子上一放 皇帝也在扇桌前坐了下来 看着桌上新鲜的菜肴 你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看得朕都饿了 正好朕也让陈海带了点韭菜 你们母女过来 陪朕一起吃吧 凤昭仪两人开心不已 果然皇上还是念着我们的 却不知 这将是他们最后的一顿饭 母女二人落座后 就开始极力讨好皇帝 表明都痛感心扉 再也不会惹皇帝生气 陈海带着唯一的小宫女 都退了出去 因为有些秘密不是他们能听的 皇帝拿着筷子 指了指那盘蜜之鸡 都是你们爱吃的 吃吧 待他们都吃完 皇帝才平静地开口 朕知道 太后为什么对你们这么好 凤昭仪下意十手一抖 之前的喜悦 骤然从眼底消失 即便努力压制 还是泄露出来一点恐惧 皇帝把凤昭仪的神态 尽收眼底 淡淡一笑 看来昭仪自己也清楚 那朕今天还真是来对了 而后凤昭仪和六公主突发恶极 不治身亡的消息 在晚膳时分 传到长公主府里 狡猾如狐狸的谢锦挑眉 突发恶极 殿下可知道什么内情吗 楚清皇平静回应 西齐暗阁现在都掌握在扶仓手里 适时地告诉皇帝 一些不能为人知的宫廷秘星 让皇帝自己动手 省了我的时间 轩辕荣战轻笑 不愧是我的妹妹 霸气 日后当了女皇 会比线下争处更加多事 我还在想要不要留在西齐护女周全 扶仓一听 哥哥要留下来 心头一动 突然开口 我会保护好主子 你们可以安心回去 不必担心主子的安危 谢锦摇头 你能击杀刺客 石破奸臣 可公主坐上女皇之位 需要面对的 却是整个西齐臣民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会越来越多 你能全部把他们杀了 扶仓沉默 若有所思 不愧是东陵权臣 一番话直接要害 成功地让扶仓开始盘算起他的蜕变 策立处亲皇为皇太女的消息一出 前朝大臣因为宴会上见识了东陵的态度 虽然不情愿 暂时也只能默认了 后宫嫔妃好些人都充当吃瓜群众 端妃则是心情复杂 本该是自己儿子的垫脚石 没想到居然成了储君 可即便这样 她还是不惜处亲皇这个女儿 若不是她 这个储君位就是天真的 皇后也是一言难尽 想到自己前些日子 还费尽心思拉拢处亲皇 这会儿想来竟全成了笑话 甚至对于皇帝这种惊人决定 都让她生出了一种恨 外加上刚得知凤昭仪和六公主没了 她整个人颓废不堪 另一边饭桌上 扶仓坐在处亲皇身侧 听着谢景分析局势 身为影位只要求武力强悍 对于阴谋诡计 她不擅长 就请前 储君皇便听到 扶仓在心里细数自己的不足 谢大人说的没错 我的能力还不够 我该怎样 替主子坐稳江山 做更多的事 储君皇看扶仓眉头 拧得越来越紧 还是得要和他摊开来说 装作不知 问扶仓在想什么 扶仓低着头 我在想怎样做 才能替主子分担烦恼 让主子无后顾之忧地处理政务 治理天下 储君皇柔身安抚 不要想那么多 再其位谋其政 你是隐位 只要做好隐位的分内之事就好 扶仓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抬头跟储君皇对视 主子觉得 师父会不会不喜欢我 储君皇闻言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你这是绝地要拜师了 扶仓点头 只要能学到本事 更好地帮助主子 属下什么苦都可以吃 绝对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不给主子丢脸 储君皇闻言失笑 我父王娘亲和两位哥哥 都比较开名宠我 只要是本宫喜欢的 不管他们嘴上说什么 心里其实都支持的 你不用太过担心 扶仓恩了声 也笑颜弯弯 心安了不少 金贵淡漠的摄政王荣裕 收到轩云荣战来信 携南西不远万里 来稀奇看女儿 储君皇又给扶仓开小灶 让他好好记住 我父王要求比较严厉 但他不会故意刁难人 所以他要求你做到的事情 你不管想什么办法 都必须做到 还有 谢大人论志谋心计 没几个人能急得上他 他说的话 你多听听有好处 扶仓很用心地听着 牢牢记在心里 楚青皇忽然凑了过去 还有最后一点 本宫有自保能力 那些人想按算本宫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扶仓沉默片刻 最终还是想问 有几分忐忑不安 和些许期待的抬眸地看着他 主子方才说喜欢 指的是喜欢我吗 经过二哥轩辕融战的恐吓 楚青皇终于正视了 自己对扶仓的感情 看着扶仓通红的小脸 他玩心大发 问扶仓你觉得呢 扶仓有一些胆怯 习惯性地攥紧裤腿 属下不敢一测 楚青皇嘴角的弧度越发大 伸手抬起扶仓的下巴 本宫允许你一测 扶仓呆呆地看着 心里明白 主子会允许自己同桌吃饭 同床共枕 还允许他 做了很多不是隐位 可以做的事情 扶仓动了动唇 声音越来越低 应该是 楚青皇也不再逗他了 明确的表态 本宫确实挺喜欢的 你很可爱 这话一出 扶仓心里泛起层层涟漪 愿意一生的忠诚来回报 要做好多好多 让主子喜欢的事 两人算是彻底说开了 心血来潮 在房顶上偷窥的轩辕战 咬牙切齿 锦叔 我真的好想做这个小狼仔子 我美貌可爱的妹妹 就这么被叼走了 谢锦山笑 现在看起来 是公主殿下在吊狼仔子呢 你若是去揍人 估摸着会家庭不和谐 轩元蓉赞叹了口气 随他去吧 等父皇和母后来了再说 与此同时 几百里开外 一辆豪华马车 缓缓驶向西齐 车内 东陵摄政王荣誉 几十年如一日的温柔 看着南西 前面还有三百多里 就抵达西齐都城了 走得慢点也无妨 南西嗡了声 短短半年时间 感觉像是过了半生 好在 马上就能见到我们的女儿了 轩元蓉赞 因为曾经眼睁睁 看着自己妹妹应结 如今妹妹浑穿在楚青皇身上 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宠溺疼爱 就被福仓这个宅子给叼走了 难免有些愤愤不平 而另一边 得知女儿生还在西齐公主身上的 荣誉南西 不远万里 赶来参加长公主生辰 南西更是感慨 还能再见到女儿 多亏了战略 让荣誉不要每次见面 就跟冤家似的 得对人家好点 妇人的交代荣誉向来言听计从 不过也不影响她占便宜 希儿我知道 就算只看在暖耳的份上 为父以后 也一定对战若视如己出 战若是红语的父亲 语国归顺东陵 成了如今的东陵国语王 南西哭笑不得 明明是一样辈分的人 偏要让人矮上一截 多大的人啊 还跟孩子似的 转瞬 南西温婉惆怅唱的声音又响起 可惜七月十二这生辰 是楚青皇的生辰 不是轩辕容暖的 荣誉把南西搂入怀里轻声安抚 别想太多了 南尔还在就是好呢 今夜咱们就在前面城里休息 你把气色养好了 免得南尔见了心疼 此时的镇北王府 因为皇子们被困在皇宫出不来 皇帝又是打定主意 要立长公主为楚 镇北王实在想不明白 东陵湛王为何要如此支持 长公主为楚 楚青皇到底是有何优势 能让东陵湛王和一品首府大人 不远万里来了稀奇 其云应该是最不愿意 让楚青皇做女皇的人了 毕竟他还幻想着 把楚青皇娶回家 做他媳妇呢 便给他爹提议 把树妹齐兰 送给湛王为妾来拉关系 弄清湛王的意图 镇北王想想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提议不错 可不过如何把礼物送出去 倒是个问题 夜风冷冽 太后人受功 皇帝慢条斯理地告诉太后 镇决定策立清皇为储君 打破西齐历来皇子 为帝的规矩 迎来西齐第一任女皇 太后极为震怒的 哀家不同意 满朝文武也不会同意 皇帝不疾不徐继续开口 母后在宫里生活了大半辈子 习惯了后宫的勾心斗角 玩弄手段 算计人心 更习惯了呼风唤雨 操控一切 可镇是天子 镇想让谁做储君就让谁做 镇想让谁死 谁就得死 没有人能反对镇 小影为喜爱上了公主 白天总是一副 小心翼翼的模样 一到晚上便利用睡梦 做尽一切亲密事 太后脸色一变 心底漠然生出不祥的预感 她这是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皇帝淡淡地看着 太后不安的神情 笑了笑 母后放心 朕不会杀母后 只是也不愿意让母后 再插手朝堂之事 所以从今日开始 母后就安安心心地 待在仁寿宫享福 把冯嫔留下 伺候您就成 人多怕扰了您的亲近 太后已然明白了 皇帝为了自己的地位 不会杀她这个名义上的母亲 这是要囚禁她 皇帝临走前 又给了致命一击 凤昭仪和六公主突发恶极 来不及医治 母女二人就一起去了 朕心痛至极 接下来几日会让后宫 所有嫔妃吃斋念佛 为她母女二人祈福超度 太后文言心如刀角 很清楚 是皇帝动手杀了她的亲生女儿 整个人瞬间瘫软在榻上 不管各家多少风雨 长公主的东上阁 依旧温暖如初 扶仓本来盖着小毯子 很乖巧安分 夜半三更 扶仓笔直的大长腿 熟练一蹬 毯子就被登开 她装作睡熟 迷糊地翻身 把楚清皇整个人 圈在自己怀里 嗅着熟悉的气息 顿时心安了不少 楚清皇被她这般动作吵醒 微眯着眼 听着扶仓胸膛 传来的剧烈跳动节拍 暗叹 装睡都装不下 白天醒着的时候 板小如鼠 动不动就跪下请罪 晚上仗着睡着之后 人事不知 就敢可敬地占便宜 楚清皇本来想吓她一下 但想起上次扶仓 跪在地上请罪 那可怜模样 就歇了心思 算了 我也装作眉醒吧 没过多久 身边的少年 小心翼翼地动了起来 楚清皇悄悄睁开一条缝 只见扶仓一手挑着他的发丝 一手取了一缕自己的头发 然后双手灵活地 把两个人的头发 系在了一起 轻轻打了个结 就这么眼也不眨地 盯着结发看 眉目悄悄变得柔软 心想结发支离 就是这样吧 片刻后 扶仓轻轻把打成结的发丝 放在唇边清了一下 如同宝贝一般眷恋 又过了一会儿 他才小心翼翼地 把两人的发丝松开复原 做完这一切 他像是终于完成了一桩 让人满足的心愿 直接把楚清皇 整个人往自己怀里带 这才安安心心地睡觉 楚清皇看了一眼 两人像是连体英的睡姿 暗叹真是孩子气 到底是谁给的自信 才会以为 这样明显的动作 本宫会发现不了 他伸手拿着刚刚那缕 被扶仓打过节的头发 没了好半生 他喜欢自欺欺人 就索性陪着他演一回吧 妹妹独宠小影卫 轩原荣战百般无聊之际 看到了不远处的红宇 停下脚步慢悠悠地开口 小鱼儿你干什么去 红宇也停住脚步 恭敬地见礼 湛王殿下 人家闲着无聊 想去给殿下请个安 轩原荣战轻斥一声 你请什么安 争宠都争不到 就算每天去暖暖面前 露面一百次 也依然是个不得宠的士君 红宇笑脸僵住 委屈地撇了撇嘴 湛王殿下怎么这么说 人家已经很努力地争宠了 那殿下不喜欢人家这样的 人家能怎么办 轩原荣战听他一口一个人家 鸡皮疙瘩起了一声 好好的少年郎 到底是从哪儿学得这么娘叽叽 滚滚滚 赶紧给本王滚 红宇其实还没演够 但他不敢太过分 扶身行了个礼 转瞬就消失 皇宫里 三皇子楚天印 狗急跳墙 无视楚悬翼的阻拦 要闯入人寿宫剑太后 商议对策 他并不知道皇帝已然知情 还把太后给软禁了 吵吵嚷嚷的声音 惊动了皇帝 楚天印顿时脸色耍白 父皇 皇帝冰冰凉凉开口 你在这里大吼大叫什么 身为皇子 屡次不成体统 真是让朕失望至极 去皇子所 好好反省 再敢在宫里大吼大叫 朕废了你的郡王位 楚天印失魂落魄地 望着皇帝背影 难道真的要看着 楚清皇灯位 楚悬翼随着皇帝 回遇前宫 并回禀楚清皇 天命帝皇的谣言调查结果 最终确定 谣言的最初传播者 乃是太后身边的冯公公 皇帝闻言脸色沉了诱人 心口却忽然有点松气 知道这谣言 不是楚清皇的手笔 皇帝反而更加的安心 更加的信任这个小棉袄了 暖暖 你复活了 长公主府 楚清皇坐在了梳妆台前 因为扶仓想要给他梳头发 所以锦兰的饭碗 就被扶仓抢了 楚清皇透过镜子 缓缓开口 扶仓 本宫昨晚做了个梦 扶仓手上动作轻柔 小声地问 主子梦见了什么 楚清皇顿了顿 找了个符合的词 梦见有人想飞离本宫 扶仓闻言心头一紧 手上的动作一顿 心想主子是发现什么了吗 他下意识地就要跪下 却瞥见楚清皇 不像是恼怒的样子 然后他试探着开口 主子还梦见别的了吗 楚清皇看着扶仓 脸上丰富的表情 这还真是什么心思 都写在脸上了 他继续斗扶仓 好像是有人拽本宫的头发 他话音落下 扶仓心里一咯噔 手上动作重了 这回是真拽到了楚清皇头发 楚清皇有些吃痛的闷哼了声 然后回头看着扶仓 你紧张什么 却没有丝毫要怪罪 把自己弄疼的想法 对这隐位 可以说是一容再容 扶仓在心里纠结 到底要不要从十招来 可他昨晚那般行径 又该如何解释 低着头 声音弱弱的 没什么 此人趁主子睡着 入了主子的梦里 还敢对主子无礼 着实可恨 楚清皇把扶仓嘴上的话 和心里话都听了去 嘴角一抽 的确可恨 他也很纳闷 那么明显的动作 他到底是怎么会觉得 自己发现不了的 见扶仓眉头就要拧成一团了 他收起了逗他的心思 算了 还是不要吓他了 如今扶仓没动不动就下跪 也算是有掌进 这样的还挺不错的 赶紧切入正题 我父王母亲就快到了 本宫要出城迎接 又不想被人发现 扶仓 暗格可交过易容 说到正式 扶仓理智立刻回归 属下会 另一边京郊别院 楚林川的房子 荣誉和南西 赞助了进来 护卫禀报 主上 西齐局势已经稳妥了 储君策立大典 并在八月初六 还有一个月 南西点点头 这么说来 我们可以在西齐待上一个月 这样也好 可以跟南尔多叙叙 说起来 马尔还真是厉害 凭一己之力 撼动整个西齐皇族 破例和手段 跟叶青城有的一拼 荣誉漫不经心的纠正 南尔比叶青城厉害多了 叶青城筹谋皇位 需要数年时间 南尔只用了几个月 七月十六 才到南尔生辰 天气这么热 你还非要整日窝在马车里赶路 快吃些水果 这边楚清皇和扶仓两人 越墙而入 里面的护卫 察觉到了动静 主上 有人进来了 男子向外 走了两步抱贺一声 什么人 大白天的 赶来这里坐萧萧 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楚清皇和扶仓安静地站在那里 在扶仓的妙手下 复原了轩辕容暖的容貌 男子看清来人后 他当场惊地跳了起来 暖丫头 楚清皇带着扶仓 前往别院拜见亲生父母 可把护卫惊得一愣一愣的 片刻后才笑了起来 他以为楚清皇 易容成了本来的东陵小公主面貌 是谢锦的手艺 连连称奇 阿锦这手艺越来越好了 整得跟暖丫头本人一样 我都以为是还魂了呢 楚清皇笑着纠正 不是锦叔弄的 是我身边这位 护卫目光 微转看向站在楚清皇身侧的扶仓 眯着眼打量 跟谢锦初见扶仓时 是一样样的嫌弃表情 这是奶灯葱 扶仓本就因为来见主子的家人 紧张得不行 听了此话 心里更加翻腾了 楚清皇却抬手顺着护卫的话接了下去 难得的开玩笑 他是我家园子里种的大白葱 护卫干笑着 这可不像是你会说的话 以前的小公主 可是对男人不屑一顾的 他心里略显震惊 清冷性子的公主 居然懂幽默了 看来眼前这个小少年 自己还是少给他使绊子吧 楚清皇眉眼柔和地 看着身旁的扶仓 说了句此意识彼一识 很好地堵住了护卫的悠悠后话 随后便进到礼屋 拜见他的父王娘亲 荣誉一见到自己的小棉袄 就格外欢喜 尤其是以轩辕溶暖的面貌 出现在眼前 眉眼间都柔和了不少 男戏也同样欢喜 门尔快过来 楚清皇抬眸 看着浅笑盈盈的母亲 和一贯冷峻的父王 转头吩咐扶仓 跪下喊师父 扶仓毫不犹豫 就跪到了荣誉面前 连师父的容貌还没看清 就低头喊了声师父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师父 让荣誉都有些惊愕 他沉默地盯着 跪那儿的扶仓看 心想 就是这个小宅子 要叼走自己的女儿 还想做自己的首席嫡传弟子 这胆挺肥 他抬眸问楚清皇 让我收他做弟子 为什么 楚清皇走过去 拉着荣誉的手 像是撒娇版 父王 他比较讨我欢心 南希看着自家女儿 说出这样的话 也略微诧异 你喜欢她 是男女之间的喜欢吗 楚清皇倒查的动作一顿 沉默了片刻表示 女儿暂时没想这么深 不过以后 若是要成亲的话 大概就是她了 荣誉微皱着眉 心想 成亲对象都定好了 这还叫没想那么深 扶仓也在心里嘀咕 自古婚姻 都是要父母之命 主子这样说 是在维护我 楚清皇又亲手到了杯茶 递了过去 但荣誉没有接 不太高兴地说 女儿家应该以江山为重 而女私情可以暂放一旁 南希文言直接笑了出来 世人经常会说 男儿该以仕途为重 先裂后成家 倒是第一次听说 女儿家该以江山为重的 荣誉转头看她 汐儿 你笑什么 南希善解人意地摇头 没什么 自家夫君不想嫁女儿的心思 当然是要顾及的 而后她伸手接过了那杯茶 柔声对楚清皇说 你们先下去歇着 我跟你父王商议一下 楚清皇恩了一声 带着扶仓下去 她知道父王最听娘亲的 有娘亲帮着劝说 问题不大 见女儿走了之后 南希转头看着荣誉 我以前还一直在想 南希这冷清的性子和脾气 将来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女 时下的世家公子 大多习惯了男尊女卑 不一定愿意习惯 如此强势的女子 况且 一般肤浅男子 南希大概也看不上 现在南希看着 倒是柔软了些 想必也是这个隐蔚的功劳 荣誉听着南希对扶仓的满意 她的态度也软了软 接过女儿为她倒的那杯茶 那些世家公子 都配不上男尔 至于这个叫扶仓的 值不值得男尔喜欢 我还要再看看 这边皇帝设宴商议 处清皇生辰事宜 镇北王借机询问 战王殿下 不知摄政王何时驾到 轩辕容战瞟了他眼 本王并不知道父王行踪 说不定是明天到 或者是后天 亦或者是今晚就到 镇北王被噎了一句 面上依然陪着笑 那也是 摄政王行踪飘忽不定 让人很难把握 轩辕容战挑眉看他 听这话的意思 镇北王经常调查 我父王的动向 镇北王下了身冷汗 强装阵地 怎么会 我调查东陵摄政王动向 做什么 轩辕容战轻笑了一声 最好是没调查 我父王最不喜欢被人打扰 不管是谁 敢擅自查他的行踪 基本都不会有好下场 皇帝静静地 把镇北王的表情 尽收眼底 幻藩王的想法 越发坚定 镇北王早已没有了 当初的藩王气度 像个墙头草一样 在轩王和镇郡王之间 来回摇摆 只考虑自己的私利 根本不再具有 镇守北帝的资格 荣誉一辈子强悍无敌 一生就两个克星 一个是南希 一个是女儿 既然女儿都说 若成亲便是和那个小隐蔚 而且 南希也很看好这个少年 荣誉也就妥协了 但作为老父亲 挨操的心还是没少 收徒可以 敌出弟子也没问题 但我有三个条件 楚清皇心头一喜 就知道 父王最疼自己了 只要肯交 一切都好办 拜师学业 这是应该的 父王请说 荣誉严肃地开口 第一 本王如何教他 你不许插手 第二 三年之内他 不许离开苍云山 第三 除非本王 觉得他有资格娶你 否则你们不许提及澄清事宜 楚清皇没什么意见 可福苍却低头沉默着 他一开始不知道 学艺需要三年 吃苦受训他不怕 只怕离开主子身边太久 当即想要开口说不拜师了 楚清皇察觉到福苍的情绪 在他要说出 会惹父王不开心的话时 打断了他 福苍 你愿意吗 接受到主子眼神 又想起自己先前答应过 要拜师学艺的 他脸下情绪低头抱拳 属下愿意 傍晚时分 楚清皇便告辞了父母 准备打道回府 毕竟他现在的身份 不宜在外待时间太久 南希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失笑 荣誉 福苍跟你那时候很像 你说 我跟暖儿 是不是都喜欢养成型的夫君 荣誉转头看他 过往一幕幕浮现眼前 他眉目温软 我跟他还是不太一样 把南希拥入了怀里 南希想了想 是不太一样 你那时候有脾气 而且脾气还不小 福苍比你温顺多了 楚清皇回到东上阁关上房门 便开始要跟福苍算账 过来 看主子神情不太好 福苍心里有些忐忑 慢吞吞走过去几步 楚清皇冲他招了招手 离我那么远做什么 怕我吃了你 福苍乖乖过去 在他面前蹲跪下来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把头埋得很低 楚清皇伸手捧起福苍的脸 你刚才为什么不想答应 福苍眼里闪着光 主子果然对我不一样 一点小情绪都察觉到了 他抿着唇 属下不想跟主子分开太久 暗格隐蔚 大多活不过三十岁 属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只想珍惜能在一起的日子 楚清皇伸手捏了捏福苍Q弹的脸颊 语气平稳 你说你是不是欠收拾 到了师父面前还敢反悔 本宫算是服了你 福苍乖乖不动 无辜地看着主子 楚清皇又认真开导他 因为不长寿 是因为饮食不当 长期透支体力 但有本宫在 让你活到七八十 都不是问题 本宫认可了你 你以后要陪在本宫身边一辈子的 不是这两三月两三年 而是三十年五十年 而且父王说你三年不能下山 又没说我三年不能上山 福苍一听眼睛一亮 欣喜而激动地站了起来 楚清皇对他的行为又是默认 惯得你越来越没规矩 福苍不说话 唇角扬了扬 走过去给他捶捶肩 楚清皇见福苍 越来越会讨好卖乖笑了笑 八月楚军策礼 若是没人搞事情 年底时我们就能在苍云山 陪爹娘一起过年了 你别想别的事 跟着父王安心学习 福苍文言感受到主子 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家人 笑着保证 属下一定好好表现 另一边皇子所 几位皇子算是被软禁了 哪都不能去 所有的阴谋诡计 都暂时停戈 此时几位皇子都齐聚良庭 三皇子楚天印 是最憋不住的那个 开始拱火 父皇有五位皇子 凭什么打破老祖宗 留下来的规矩 让一个离经叛道的公主即位 简直是荒唐 二哥身为皇后嫡子 就甘心把楚位拱手 相让给一个公主 楚天阔心思很深 没搭枪 就这种明摆着挑拨 他去当出头鸟的事 他才不会蠢到去当炮灰 五皇子楚天真 也同样不甘 我们哥几个 如今也算是同病相怜了吧 却口气 荡真宴的下去 七月十六楚 清皇生辰日 皇帝给小棉袄 办了隆重宴会 此外还有东陵摄政王 和前任女皇陛下 收女儿一事 多年前 皇帝曾有幸 见过一次荣誉南希 此次再见 依然被荣誉浓厚的威压 和气度震慑 所以 小棉袄被抢过去挨着坐 他也是含笑 举起酒杯 女皇陛下摄政王 清皇生辰宴 有幸地见您二位 朕实在高兴 南希也笑应表示 我们也很高兴 皇帝心下诧异 这望尘莫及的东陵皇族 竟会如此客套的吗 下一秒就见摄政王 伸手摸了摸自家女儿的头 还有幸见到摄政王 如此温和的笑意 就连声音都是柔和的 见到本王的女儿 的确很高兴 皇帝陪着笑 心里却有思酸酸 就算要认女儿 也没有上来就宣布结果的吧 然后小心翼翼开口 摄政王有所不知 清皇是朕的女儿 荣誉脸沉了下来 扭头看她 皇上这是反对 清皇做我的女儿 皇帝背脊忽然发凉 下意识地摇头 这倒不是 只是 荣誉直接打断她 就这么定了 以后清皇是本王的女儿 然后又联系地 摸了摸小棉袄的头 这会儿 就是一个温柔的老父亲 楚清皇沉默不语 就是感觉自家父王 在欺负弱小 皇帝不支声 在心里默默哭泣 我就说他们 怎么会这么客套 原来就是来抢我贴心小棉袄的 她一方面既高兴女儿 能得东陵皇族喜爱和支持 那样西齐繁盛不成问题 另外一方面 自然是来自父亲的吃味 好酸好酸 南希默默打量着 西齐皇帝吃醋的表情 也放下心来 原本她是打算 若西齐皇帝对自家女儿不好 就把西齐打下来 送给自家男儿 如今看来 这位皇帝陛下人还不错 应该是不用了 南希也给她的定心丸 我们此番来西齐就是认个女儿 不会左右清皇的想法 可干涉西齐朝政 除非有人要对清皇不利 我东陵皇族几十万铁骑 必然立体 清皇以后还是皇上的女儿 我跟荣誉不会在此逗留太久 皇上请放心 皇帝文言顿时生出一丝愧疚 看人家多好 果然是自己想多了 她笑了笑 能得二位青睐 是清皇的荣幸 朕也为她感到高兴 二位都是明君 偶尔干涉一下也没什么 能得您提点 对清皇以后治理天下 也有莫大帮助 轩辕战对皇帝也越来越满意 这么明世里的皇帝 妹妹留在这里也挺好 不过 她怎么就生出了那几个废物儿子 挑衅楚清皇就等于捅了老虎 等着挨揍吧 久过三旬 坐在楚清皇旁边的宣王妃 忽然干涂 身边的侍女脸色一变 王妃你怎么了 这一动静 引得众人都看去 楚清皇若有所思 到底还是坐不住了呀 她还是出声询问 二嫂身体抱恙 宣王妃笑着摇摇头 我没事 七妹不用担心 然后就又开始干涂 不得不说 宣王妃确实很能装 这种情况下 还能对楚清皇 露出人畜无害的笑脸 不愧是二皇子 楚天阔的贤内助 皇后故作惊讶 赶紧出声 宣王妃这般状况 怕不是有喜了 来人 把宣王妃扶去阁楼休息 宣太医小心翼翼伺候着 不得出现任何闪失 皇后压制不住激动的情绪 喜悦的开口 要真是有喜了 这可是皇上的第一个孙子呢 说不定一举得难 淡下皇族敌长孙 他这番话 就是在故意提醒众人 宣王不仅是嫡子 此刻又怀了皇族子嗣 该立宣王为楚才对 大臣们都在议论寻思 皇帝会不会改变主意 南西见有人要动他女儿的蛋糕 但笑着开口 西齐最近当真是好事连连 刚跟东陵又结了同盟 预示着西齐即将走上繁荣昌盛 紧接着又来这等皇族喜事 看来连上苍都认同我女儿为楚 所以 财天将祥瑞 庇佑西齐啊 此话一出让皇后和众人都面面相去 不敢接话 五皇子楚天真 眼里既疑惑又狠辣 他总觉得 楚清皇跟东陵早有勾结 目的就是为了干涉西齐内政 不然他们东陵来西齐认女儿 却连他的母亲端妃这个生母 都不能出席 然后嘲讽地开口 女皇陛下和我这妹妹 还真是一见如故 皇帝沉着脸暗示他闭嘴 不要扰乱和得罪东陵 然后陪着笑扭头跟南西解释 这是镇排行第五的儿子 不成器让女皇陛下见笑了 南西倾笑 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 没关系 这位五皇子看起来气势不凡 应该是有几分本事的 不如这样 我正好也有个不成器的儿子 让他们比划比划 皇上以为如何 南西温柔的声音透着一股冷战 皇帝愣了 自己这个废物儿子 怎么能和文明天下的战王切磋 只怕战王一招 就能让天真脑浆崩裂 他刚想要出声调和推托 轩缘荣战就站了起来 母亲和皇上请放心 切磋点到极致 而臣定不会让五皇子受伤 他一步步走向楚天征 反正他有的是不见血不受伤 也一样 能让楚天征体会到 生不如死的办法 敢跟我妹妹过不去 那你也别想过下去 轩缘荣战副手而立 五皇子请罢 楚天征进退两难的 支支吾吾不动 轩缘荣战直接伸手 揪着楚天征的后颈 把他提着走出去 东陵和西齐友好结盟 我们也来个友好切磋 放心就是过个招而已 轩缘荣战手直树枝 慢悠悠地朝楚天征而去 只敢口嗨的楚天征魂 都吓飞了 狼狈的闪躲 边跑边喊 你滚开 不要再过来了 最后更是直接爬上树 惨白着脸谈判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不就是 看上了楚清皇吗 我愿意让母妃 把他许给你 轩缘荣战回应他的 就是狠狠的一鞭子 手上吃痛 导致他直接摔了下来 煞石腾的眼前 发黑大吼大叫 轩缘荣战嫌弃地扫了一眼 真没出息 一个大男人挨了一点疼 就这样大吼大叫 一点风度都没有 闻不成五不救 脑子愚笨 胆子还这么小 居然也敢消奖皇位 你真以为 皇帝是谁都能做的 说完他便不再理会 这个渣渣 转身离开 楚天征不服气地咬牙 在心里咒骂 轩缘荣战 我跟你势不两立 我一定要让楚清皇死 楚为魏力 有了嫡孙 父皇一定会改变主意的 生辰宴接近尾声 南希表示 让皇帝不用费心 为他们准备宫殿 他们直接住到 长公主府去 皇帝自然不敢反驳 就是心有点揪揪疼 小棉袄被人分走了 散息后 宣王妃身边的丫鬟 过来禀报 皇上 经太医把脉 确定宣王妃有喜了 皇帝眉开眼笑 当下解了宣王的禁足 让他回王府住 并让皇后 多安排些人去照应 万万不可有失 皇后点头 请皇上放心 皇帝恩了一声 你做事最稳妥 朕放心 皇后笑容一致 心想 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若真放心 怎么到了这一步 都不说立天阔为楚 皇帝察觉到 皇后的欲言又止 当下命令尘海等人都下去 要跟皇后单独待一会儿 他也觉得 需要跟皇后谈一次心 扶苍虽然是阎国王子 但在外人看来 始终配不上楚清皇 荣誉为了女儿未来的幸福 正是收扶苍为徒 殿内只剩下皇后 皇帝直奔主题 皇后是不是想跟朕说立处一事 皇后愣了一瞬 随即跪在地上 天阔是皇上嫡子 皇上却从未考虑过立他为楚 臣妾心里觉得委屈 皇帝听完并没有生气 只是更加郑重地开口 你我夫妻多年 朕今日也给你说几句心里话 朕年幼登基 外戚是大 以至于西齐内乱 数年元气大伤 这些年朕用心设计 勤政爱民 一心想让西齐繁荣昌盛 可始终力不从心 西齐经不起再一次动荡 可朕的几个儿子 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 去压制背后的家族 更何况是对抗外敌 立侵皇为楚 是朕经过深思熟虑的无奈之举 皇后明白了 皇帝心意已决 说服他改变主意 已是不可能的 殿庄贤会理解 恭敬敬的行李贵安 可是他却已经在心里 打算铤而走险 储君大典在一个月后 但如果现在皇帝不慎出了意外 就没有一个人 比天阔这个嫡子 更名正言顺 长公主府 楚清皇把自己人都召集到了一起 荣誉端坐在椅子上淡淡开口 今日大家都在 有件正事要办 殿内几人齐齐一愣 轩缘荣战和谢锦对视一眼 是我们想象的那件正事吗 果然如他们料想的一样 只见扶仓在荣誉面前跪下 从茶盏上取了茶 恭敬地呈给荣誉 请师父喝茶 这便算是扶仓正式的拜师 荣誉接过茶 轻轻抿了一口 拜师仪式就此完成 谢锦忍不住的感慨 主上是希望公主喜欢的人 能与她旗鼓相当 与她更好的相守 考虑得相当深远啊 南希温柔出生 起来吧 以后就是家里人 简单地收徒仪式 却震撼了其他几人的心 红玉眼里闪过一丝同情 主上的徒弟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轩辕荣誉占微皱眉 心想妹妹就不怕扶仓变强大后 小忠犬变成狼仔子吗 就在这时 扶风突然出现 殿下 宫里出事了 皇上中毒 尚无性命之忧 但情况不太好 正是立储的敏感时期 皇帝突然中毒昏迷 楚清皇接到消息 立即带着扶仓和红宇进宫 荣誉又吩咐轩辕荣誉战 跟妹妹一起去 就是要让西齐所有人都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东陵都立庭长公主 同一时间皇宫里 楚玄义接到命令 带人封锁皇后的长春宫 皇后一脸急促震惊 楚玄义 你这是干什么 楚玄义淡淡回应 皇后娘娘有弑君嫌疑 即日起待在长春宫不得外出 还请皇后娘娘配合 皇后清楚 这种罪名下来 儿子永远都不可能为楚 她不解是谁先动的手 嫁祸给她 顿时就绷不住了 你简直胡说八道 楚玄义也不跟她多纠缠 臣只是奉命行事 守在这里 不许任何人出入 请皇后娘娘安歇 她心知 西齐江山 已然是长公主的囊中之物 其他人蹦跆得越高死得越快 她很庆幸自己那一晚的战队 宣王府原本还在高兴 能用这个嫡孙 把局面扭转过来 却不想 这会儿收到禁军令 同样幽禁于府 不得外出 三皇子楚天印 听到皇帝中毒心急如焚 但她并不是 在意自己父皇的死活 而是在意 她的计划还没有公布开 皇帝此时死了 她就彻底没机会了 五皇子因为挨了揍受了伤 皇帝破例 让端妃去探望照顾 母子俩就开始串供筹谋 谁也没有一点担心皇帝的死活 将还是老的辣 皇帝先发制人 帮楚清皇扫除障碍 这边陈海亲自去把楚清皇迎进殿 路上还解释了一番 方才皇后娘娘单独跟陛下说了话话 她离开不久 皇上就晕了过去 殿下切莫担心 皇上暂时没有大碍 只是一时半会儿 还没有办法解毒 殿内太医们束手无策 跪了一地 皇帝的脸色也确实不好 楚清皇不发一语地站在床前 看着这个为人不错的皇帝 眉眼间寒霜萦绕 出声询问跪在那儿的太医 还没查出是什么毒 太医惶恐地回话 皇上中的应该是无色无味 且没有症状的毒 我们一时没有对策 楚清皇沉着脸 喊了声红玉 红玉当即就明白了 走上前掰开皇帝的嘴 迅速塞了颗药丸进去 太医们纷纷色变想要阻拦 你干什么 我们研究了半天都没敢用药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可怎么好 红玉冷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诸位别这么惊慌失措 我给皇上吃的是解毒丹 又不是毒药 等着你们诊断出结果 黄花菜都凉了 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皇帝 忽然翻身吐了一口血 随即剧烈地咳了起来 抬眼看了一下众人 疲惫地开口吩咐 朕无碍 清皇留下 你们都出去 人走干净后 楚清皇坐在床边 略微忧心地看着皇帝 谁给父皇吓得毒 皇帝若有所思抬头看他 你觉得呢 楚清皇想了想 虽然一切都指向皇后 大尔臣觉得应该不是他 纵然心里不服 可他惯会隐忍 应当不会这么沉不住气 皇帝叹了口气 弑君这个罪名 足以让皇后母子万劫不复 朕以为 你该趁这个绝好的机会 查封长春宫 楚清皇神色不悦 父皇这是将计就计 这就是父皇中毒的理由 简直是胡闹 你怎可以性命为二 要是来迟一步 父皇打算怎么办 皇帝闻言 心头很暖 清皇还是自己的小棉袄 倾壳一声 也不算是将计就计 先发制人 倒是比较合理 其实朕没有中毒 楚清皇一直知道 西齐皇帝是个明君 却不想他 居然能以性命为耳助 他顺利上位 皇后在宫宴上提出 宣王妃有喜 这是第一次试探 第二次 则是单独跟皇帝 开城不公说楚君之位 皇帝当时就知道 希望落空皇后 迟早会对他下手的 所以 任这是提前把隐患 扼杀在萌芽状态 朕已经安排楚玄义 以意图弑君的名义 围住了长春宫 楚清皇终于忍不住开口 父皇 您就算要退位 也不急于一时 而臣暂时还不想继位 皇帝抬手打断他的话 你想不想是你的事情 朕心意已决 天下之大 我这辈子还没有机会 离开过京城 也想趁着还有精力 像东陵女皇那样早早退位 潇潇洒洒过余生 这一夜 整个皇城静若寒蝉 皇帝圣旨传遍各处 以皇帝龙体谦安为由 缅朝一月 休朝期间 由长公主摄政监国 大小事物禀奏长公主处 奏折由长公主批阅下发 八月初六 立处大典如期举行 荣王得知这个消息后 不由地夸赞自己儿子有眼光 皇上这是铁了星药传位 给长公主 还好当初站对了阵营 楚天阔看着门口的禁军一阵恍惚 为什么会是这样 母后被幽禁 宣王府被控制 父皇到底是有多糊涂 太后也同样懊恼不已 当初她散播谣言 是想让楚清皇被攻击 却不想反而做了把嫁衣 而且身为女子 血统也不正 凭什么能继位 楚清皇在回府路上 扶仓回禀安卫查到的消息 皇后确实已经有了 对皇上下毒的计划 慢性毒 有致患效果 目的就是让皇上亲口改立储君 轩辕荣战不厚道的笑出声 没想到皇上会在这个时候玩这一出 直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红宇不高兴地撇了撇嘴 白白浪费了我一颗解毒丸 皇帝陛下太讨厌了 楚公子就给了三克 这下人家只剩一克了 楚清皇瞥了他一眼 等以后有机会寻到合适的药材 让凌川多做一些给你 红宇脱口而出 殿下说得轻巧 研制解毒丹所需药材 极为珍惜昂贵 有银子都不一定买得到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 轩辕荣战目光平静地 落在红宇脸上 小鱼儿 你话这么多 红宇当下就闭了嘴 都是大哥 没一个是他能惹得起的 皇帝这个决定太突然 即便是果敢的楚清皇 也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出 所以接管摄政大权一事格外顺利 次日 楚清皇处理完政务 就去探望皇帝 陈海则要让他放心 御膳房和私查房那边 都派了人盯着 所有经手的工人都严格排查过 楚清皇点点头 本宫也会派人留意 你稍后去警告一下 任何人胆敢再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本宫一定会让他们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陈海恭敬领命 楚清皇把该安排的事情 一一安排妥当 转头却发现 皇帝正认真的看着他 出声问父皇 可有什么需要补充呢 皇帝真心实意地说了一句 清皇 若朕出了什么事 正是你的机会 你可以对那些想在下毒的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楚清皇顿时就明白皇帝的意思 一点都不虚伪地直言 父皇是西齐皇族 唯一对儿臣好的人 而臣不会让您心寒 除了让您能安享晚年之外 也会让您有生之年 亲眼看到西齐强盛 皇帝心头感动不已 女儿从来没有想过 要他的命上位 果然没有白藤这个小棉袄 他舒心地笑了笑 你能让西齐百姓安居乐业 不惧外敌 朕也就心满意足了 楚清皇郑重地答应他 而臣会做到的 楚清皇掌权之后 楚开皇子们 最坐不住的 就要属镇北王父子了 楚玄一这会儿就过来禀报 郑北王到了御书房 想见您一面 楚清皇点点头 便去了御书房 郑北王面上倒是很恭敬 臣离开封地十日已久 若再不回去 只怕封地上各将领冲动之下 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楚清皇听明白他言语间的威胁 但笑着看他 不理智的事情 郑北王要是不说 本宫差点忘了这一茬 说着 直接让麒麟进来 见到不讨喜的儿子 郑北王心头划过不祥的预感 麒麟走进玉书房 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一旁的郑北王 恭敬行礼 陈参见殿下 楚清皇当着郑北王的面下令 麒麟 即日开始 你接管缅北封地上的兵权 明日从赢甲军中挑选三千人马 随你一起前往缅北封地 郑北王原本以为楚清皇 对缅北封地的情况不了解 所以借机施加一点压力 已达到早日回到缅北的目的 却怎么也没想到 楚清皇反而让他的数子麒麟 接管缅北封地兵权 他心慌意乱 长公主殿下 这是什么意思 楚清皇面无表情地翻找名册 之前父皇就说过 要对缅北封地的兵力 做一番调整 郑北王应该记得吧 郑北王情绪激动地反驳 调整不代表直接罢免臣的权力 楚清皇慢条斯理的地上名册 你要不要先看看这份名册 郑北王愈下不言 放任麾下将领 霸占欺压当地百姓 勾结粮商哄抬粮价 致使百姓苦不堪言 这份名册上记载的 都是罪大恶极之徒 郑北王自视心头有数 为了笼络属下 他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而如今这种情况 他当然不会认 愤恨地看着楚清皇 他要倒打一耙 长公主殿下为了对付 竟然不惜污蔑构陷 楚清皇并不被他激怒 但笑拿起名册 是不是污蔑构陷 郑北王心里清楚 麒麟 你尽快带人赶往绵北 把该处理的人都处理了 还绵北一带 百姓安居之地 麒麟接过领命 麒麟的声音喊住了他 你靠着皮囊以色试人 如今一飞冲天 就要构陷自己的父兄 麒麟 你可还知廉耻 被弃养多年 不管的麒麟 看着他父亲微微一笑 多谢夸奖 我会再接再厉 好好回报你们 书房外楚玄义 带着大批进军助力 静静等候着命令 麒麟走后 楚清皇便吩咐楚玄义 把郑北王父子打入大牢 让刑部半个月之内 上交郑北王父子的所有罪状 楚清皇历时半年 成功上位当女皇 而前朝这边发生的所有事 皇帝都听陈海汇报了 他相当满意女儿的雷厉风行 不服的皇子和世家 早都整治过 近日代理朝政 也未遇到什么阻力 趁着东陵的人还在 不如趁热打铁 彻底放拳给他 让他尽情施展拳脚 扫除朝堂击毙 于是 本该是立楚大典的八月初六 直接变成了楚清皇的登基大典 被幽静的皇子嫔妃 听到上位诏书时 全都如遭雷击 太后更是大骂特骂 该死的孽种 他凭什么把皇位传给楚清皇 一个孽种连血统都不纯正 白白让他做了这么多年皇帝 他居然不知感恩 小灵宠忽然冒了一句 女皇万岁 直接火上加油 把太后气得差点晕过去 而他一溜烟 就消失在太后宫 陈海高昂的声音响彻大殿 皇上龙体为和 精神不济无力朝政 即日开始上位于 摄政掌公主楚清皇 尊皇上为太上皇 尊皇后为皇太后 迁居慈安宫 亲此 满朝文武被皇帝的决定 震得哑口无言 然而木以成舟 都得老老实实接受 南希和荣誉 看着龙椅上的女儿 满是感慨 西齐这位皇帝是个明君 只是行事不由人 才让他的位置不那么好做 对权力说放手就放手 我挺佩服他 并不因为暖暖是我的女儿 是因为他始终不负百姓 为了责任做出的决定 以及择实的魄礼 荣誉笑着点头 南尔命中有节 西齐国力示威 他跟南尔是互相成全 南希输了口气 南尔性情向你 他做了西齐女皇 一定会以苍生为重 不会辜负西齐皇帝的期望 荣誉和南希闲聊的话 全入了扶苍心里 他发誓 自己要更加努力 主子会是明君 他要变得很强 才配站在主子身边 同他一起 看着太平盛世 楚清皇一袭红色龙袍 光芒夺目 眉眼萦绕着 尊贵不可冒犯的气息 陈海负责登基流程 高喊了一声跪 百官齐齐下跪扣手 即使再不满 也知道 不能在这么神圣庄严的时刻搞事情 然而 却有猪脑子 朝楚清皇射去一只飞剑 场面顿时慌乱 有刺客 楚清皇则稳坐龙椅 目光冰冷地盯着那只飞剑 女皇登基大典 楚清皇就迎来了袭杀 可他却气定神闲 未动分毫 隐匿在暗处的福字被隐蔚 瞬间涌了出来 陛下小心 一把飞镖瞬间击落了带着杀气的剑 楚清皇被隐蔚和禁军团团互助 与此同时 大臣们也浑水没于表中心 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撇干净 个个喊着护驾抓刺客 扶苍目光锋锐如冷剑 扫尸在场的所有人 他一定要亲手抓到那个暗处放剑的人 目光所致的一众官员 都是震惊和担忧 生怕被牵连弄个身手易处 唯独一个侍卫装扮的人 淡漠如水 扶苍毫不迟疑 如一阵风般疾虑而去 抓住了那人 抬脚把他踢跪在地上 并卸掉他的手脚 按住了后颈 一切发生得太快 那人反应过来后下意识的就要服毒自杀 可比不过扶苍的眼疾手快 抠出了他藏在牙齿里的毒药 扶风扶影 把他带去暗阁行堂 除了你们四个之外 不许任何人接触他 扶风领命带人下去 扶苍则则来到楚清皇身边禀报 主子 那人也是个隐蔚 楚清皇看了下那人的年龄 抬眸看扶苍 因为多数都是少年啊 扶苍因失职而自责 低声回应是 以他的年龄应该已经不再暗阁 除皇上之外 只有太后身边有这么大年纪的隐蔚 属下会撬开他的嘴 也会为自己的失职 接受主子责罚 成为女皇的楚清皇 又一次让扶苍与他共语 这次的画风不太一样 楚清皇一有所指的沟纯 既然如此 本宫今晚就要好好罚你 扶苍直接愣了 怎么感觉主子说的罚 好像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这段西沙插曲 就像时辰大海般过去了 大臣们吓个半死 楚清皇却浑然没放在心上 大典继续 虚精一场的百官 赶紧跪扣参拜 女皇陛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登基大典 就此画上句号 轩辕荣战 看着从容不迫的楚清皇 有些佩服 妹妹越来越有父王当年风范了 南希和荣誉 什么都不求 只要女儿这一生顺遂无忧就足够了 待在御前宫的太上皇 听到陈海禀报 脸色一沉 简直岂有此理 清皇都登基了 还有人铤而走险 看来朕还需要再做点什么 登基大典之后 楚清皇住进了宫里的酒华店 乌鸦鸦的一群宫女 等着伺候女皇陛下沐浴更衣 楚清皇看着眼前的场面 眉心微皱 都退下 扶沧 今晚你试运 工人们都规规矩矩地退了出去 扶沧红着脸 沉默地上前伺候宽衣 整颗心跳得好快 他们虽然亲密无间 但沐浴这种事 每次都是紧然在做 唯一一次伺候主子沐浴 还是楚清皇刚从生过来的那晚 扶沧猛了猛后 点头应下 楚清皇听着扶沧 想起那一碗的沐浴 他不由地笑了 那晚 他强硬地命令 扶沧脱衣服下来 扶沧还以为是打算溺死他 非礼物是 扶沧慢吞吞地踏入水池 虽然主子已经许了承诺 可到底没有名分 怎么能随意冒犯主子 离得老远不敢动 楚清皇听到他纠结的心声 忽然开口 过来 浴池里 扶沧给楚清皇 做了个全身按摩 一刻钟后 洗干净的楚清皇走出浴池 由着扶沧 给他擦拭身子 穿上衣袋 扶沧全程摸黑 不敢直视 直到穿衣妥当后 扶沧才低声问 属下抱主子回去 楚清皇懒懒 吞了一声 于是 扶沧把他打横抱起 往寝殿方向走去 楚清皇睁开眼睛打去了一句 看起来倒是正要事情一样 扶沧忽然联想到了些什么 脸颊泛红 略微紧张地说 属下不敢 属下要跟师父走 以后不在主子身边了 主子一定要让扶风 扶引四人 时刻待在身边 这四人是暗格年轻一代中身手最好的 有他们在 属下也能放心些 楚清皇听着扶沧不放心地交代 和那眼里不舍地光笑了笑 扶沧 你都快变得老妈子了 去洗个澡 今天早点休息 片刻后 扶沧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回到寝室 就听主子说躺下 扶沧抿着唇小脸微红 不解主子想做什么 难道是要我事情 他迅速躺了上去 因为紧张而紧闭双眼 已经做好了要现身的准备 楚清皇翻身摸了摸扶沧的脸颊 又挑起他的一缕发丝 接着咔嚓一剪刀剪断 扶沧听到声响猛地睁开眼睛 随即蹭地一下坐起身 楚清皇拿剪刀 预剪自己头发的举动 可把扶沧吓得不轻 主子不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楚清皇并没有停下动作 而是勾唇倾笑 你倒是懂得不少 那你有没有听过 结发为夫妻 他把两人的发丝系到一起 递给扶沧 这个你随身带着 就当是正给你的承诺 以后忍不住胡思乱想时 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扶沧看着眼前打成结的头发 忽然想到自己前些日子 夜间偷偷摸摸结发举动 原来主子都知道 只是没有拆穿 今日还亲自完成我的心愿 主子真是天下最温柔的女子 他莫名来了一股勇气和胆子 执起主子的手 放在唇边亲了亲 属下一定早点回到主子身边 楚清皇摸了摸扶沧的头 忽然跳了话题 父皇在忙些什么 扶沧摸了摸 太上皇正在准备出宫游玩事宜 不过手里却赢两 打算跟东陵女皇陛下借钱 楚清皇文言表情古怪 堂堂一国之君 刚退位就跟别国女皇借钱 亏他想得出来 明早去掌公主府 把朕的私房钱取来给他 睡觉吧 扶沧破天荒的大胆一回 直接搂着楚清皇一起躺下 眼里的那股眷恋和坚定 让楚清皇没脾气 静静躺在他怀里 与此同时的西上阁 红宇 温战 麒麟 沈仲仅几人凑到一起 商议明天好好打扮 找殿下要个名分 殿下成了女皇 并会有三宫六院 不能让那些小妖精给比下去了 正好趁扶沧不在期间争点恩宠 另一边 仁寿公被禁卫围了个水泄不通 太后正在大发雷霆 自己唯一的一个暗卫派出去 结果都没能把楚清皇给杀了 直骂废物 太上皇踏进殿门 正好看到气急败坏的太后 这么晚了 母后还未歇想 怎么发这么大脾气 太后眼神似刀斑 看向翘无声息走进来的太上皇 恨不得抽筋扒皮 太上皇却无所谓的笑了笑 扰了个椅子坐下 母后是因为我把皇位传给了清皇 让宁愿王落空了 所以恨我 太后当年为了巩固自己的后卫 而黎猫换太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有今日 太上皇本打算 只求尽黎猫换太子的太后 却不想 太后竟然贼心不死派人刺杀楚清皇 为了不多声势端 她便深夜过来 永绝后患 不管母后当年是用了什么办法 总归也算是成功搅乱了皇族血脉 既然错了 就索性让她错到底吧 太后不敢自信地看着她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绝密的 怪不得啊 你那么迫不及待地杀了贵妃 太上皇悠悠开口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母后能把这个秘密告诉天印 就不该奢望 她能守口如瓶 就算她不说 也无法阻止秘密外现 太后一脸莫名其妙 我怎会告诉天印 天印冲动 哀家比你更了解她 没有实权把握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轻易就把真相告诉她 太上皇见太后的反应不像作假 心头不由嘀咕 事已至此 她确实没必要否认 难道真不是她 那又会是谁泄露了这个秘密 她想不通也不想想了 如今清皇已经继位 只要太后和天印 不能相互勾结 宠角皇室血统的风云 其他的都已不重要 便回到正题 母后您和天印两人 必须有一个要永远闭嘴 太后听到这句话大惊失色 开始道德绑架 你要是母 残害亲子吗 太上皇站起身 淡淡扫了一眼太后 西齐以后由亲皇说了算 朕应该替她除掉后患 朕到底也叫了您几十年母后 您可以自己做选择 您和天印只能活一个 太后整个人失魂落魄 将至无力地呆坐着 太上皇无声叹息 只要西齐能够蒸蒸日上 女子血脉又有何妨 次日一早 薛冤荣战便来给楚清皇道别 万分不舍地摸摸头 我可爱的妹妹 多保重啊 随后 楚清皇领着众人 一路把她爹娘荣誉南希 送到皇城外 南希万分不舍地抱着女儿主妇 保护好自己 我跟你父皇 随时会派人过来替你使唤 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跟我们说 楚清皇恩了声 娘亲也多保重 南希看了一眼 紧跟她身后的服藏笑了笑 你放心 你的小隐卫娘会替你照顾好的 楚清皇抬眸看着服藏 眉眼多了几分暖意 她自信地开口 这倒不用 服藏她有些方面不太灵光 是因为从小在暗格训练所致 但她其实意志力很强 学东西也很快 南希文言轻笑 递过去一个盒子 这里是南级票号的大额银票 还有信仪 缺钱了就去取 这是你父王给你的私房钱 荣誉虽然话不多 却是疼急了自己女儿 样样都为她提前备好 让她无后顾之忧 楚清皇收下盒子后 又笑看着荣誉 父王 说起银钱 我想跟父王借一千万两 荣誉文言略微 有些不高兴 父王的银子 你想拿多少 就拿多少 跟父王还用说借 马尔 你做了西齐国君 就跟我们见外了 楚清皇摇头 若是女儿自己用 当然不用说借 只是这笔钱 不是用在女儿自己身上 而是要为西齐修筑诚持 抚恤百姓 公事公办 不能混为一谈 且这个账 必须让西齐文武百官全部知晓 以后要还的 荣誉这才脸了神色 又提点了一句 国家与国家的账 这钱应该跟你大皇兄贱 楚清皇文言 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门道 笑着点头我知道了 待西齐朝局稳定好 我亲自去一趟东陵 荣誉忽然冒了一句 去东陵时 把扶仓带上 借钱的事 他也分担一半 此言一出 楚清皇和扶仓同时一愣 这乌旺火 怎么烧过来了 楚清皇很无奈地捏了 捏扶仓的脸颊 父王就算把扶仓一刀刀削了卖 也卖不了五百万两白银 扶仓也认同地点头 主子说得对 属下不值钱 荣誉才不管这些 想要拐走我的女儿 岂是那么容易 什么时候 他能把五百万两银子还了 什么时候再考虑你们的亲事 楚清皇回身看扶仓 多少有点心疼 这么大的难题 不知他可否能化解 亲身开口 听到了吗 你得凭自己本事 赚五百万两了 扶仓沉默地看着他 脑子里思索卖身不行 唯一专业对口就是接刺杀任务赚钱 可最值钱的人头 都是主子的家人 不能动 楚清皇听着他的心声 忍不住去触碰扶仓的脸颊 这家伙也太可爱了 然后出声鼓励 有了这五百万聘礼 你就有资格嫁给我了 此话一下就给扶仓莫大的动力 属下遵命 虽有些不舍 但总归是要分别的 楚清皇静静站在皇城下 看着扶仓和东陵的亲人们 渐行渐远 原本热闹的一大家子 如今就剩他孤零零一人了 突然间怅然若失 楚玄义虽然觉得 楚清皇和东陵皇族关系好的 有些不正常 但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什么时候 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给荣王府平添麻烦 片刻后 过去凑在耳边低声禀报 陛下太后轰了 楚清皇若有所思 再看了一眼那渐行渐远的队伍 回攻开始他的战场 却没注意到 旁边驶出来的一辆普通马车 太上皇掀开帘子 瞅了一眼楚清皇 虽然草率退位有那么一点不负责任 但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他相信小棉袄能做到最好 没什么担忧的 悄悄出去散心 把舞台都给女儿 回到秦政殿 转上摆满了奏折 楚清皇吩咐礼部尚书 安排太后葬礼 只按皇族礼制即可 不可过分铺张 又吩咐太监总管 按照太上皇的意思 让没有儿子的公妃 留在宫中养老 有儿子的搬出宫去 随皇子一起居住 由自己的儿子侍奉 安排完所有事情后 他只觉得脑壳疼 刚登基为帝 又遇太后轰事 事情实在是太多 正在他独自沉思时 耳畔忽然想起熟悉的奶婴 女皇万岁 楚清皇回神 抬头就看见小灵虫闪电一般 窜到他面前 一个劲地喊着 女皇万岁讨他欢心 楚清皇伸出手 把他抱在怀里 无家可归了 小家伙 大概已经在后宫 霍霍了一圈了吧 小灵虫乖乖地在他怀里玩耍 楚清皇思绪飘远 不知道扶苍现在在做什么 原本自己很独立 如今没有他在 竟然有些不习惯 扶苍跟着荣誉学艺 还一心惦记着主子 结果想见主子的期限 又延长了四个月 另一边 荣誉和南西 依然是一种游山玩水的心态 两人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恩爱 扶苍发现 他们每下榻之处 都叫西远 可见师父对师娘的情有多深 倒是又无意 给他当了标杆 扶苍这会儿 被荣誉要求 用扎马布的姿势 在暗桌前抄输两个时辰 身体不许乱晃 心思不许分散 自己不许凌乱 宣纸保持干净整洁 这个任务对扶苍来说很简单 还想着 或许很快 就能回去见主子了 只能说他 还是太过于单纯 荣誉是出了名的魔鬼训练师 训练人的方式 岂会这么简单 这时 房门突然从外面打开 一道黑影急速而入 扶苍眉眼一冷 下意识把手里的毛笔 当做暗器 朝来人急射出去 青阳偏头躲过 蹬的一声笔杆直直插入墙上 青阳沉默不语在房中站定 扶苍打量着来人 猜测出对方应该是个隐蔚 可四十来岁 还能保持这样伸手的隐蔚 却是凤毛麟角 荣誉悠悠抬不进来 打破了沉默 你已经犯了四个错误 我给你的学医期限是三十六个月 以后每犯一个错误 就加上一个月 这次便是四个月的加罚期 犯的错多了 你就可以不必回去了 留在身边 给我养老送终吧 扶苍心慌了 三年时间就已经够漫长的了 以后还不知会犯下多少错 如果这样子加 多久才能见到主子 荣誉知道他无法尽心 但就是要磨练他的心性 微皱眉 不说话 你是不服 扶苍垂下头 滴滴地应了声 弟子不敢 听听师父教训 荣誉其实能理解他的心情 和自己当初也有些像 沉默一瞬淡淡开口 为师今日教你的第一课 便是忘掉自己隐蔚的身份 学着克制下意识的反应 你不能只是暖耳的一个隐蔚 以后若表现得好 也可以在账本上减去一些时日 继续回去抄写吧 扶苍文言顿时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干尽十足地硬了声势 楚清皇已经是一国之君 按照惯例 以前后援那几位士君 是该给个名分的 可这几位士君 一直以来都只是挂个名 那般能力埋没在后宫 实在浪费 所以麒麟被楚清皇派去接管棉北 而棉北那边官商勾结 麒麟能治军 但对付奸商不在行 所以便把沈仲紧派过去协助 楚麟川也完成了他的任务 回东陵 想当贵君的红宇 因为擅长占卜算卦 被楚清皇安置到了青天剑任职 他惆怅地叹了口气 陛下真是无情 我还以为扶苍不在 我能进后宫好好争宠吗 没想到 陛下一点机会都不给 掐指一算 温战这次应该拿不了状元 另一边西元天蒙蒙亮 扶苍就跪在地上 熟读师父给了六掏 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再犯错 南西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少年叹了口气 看他一天也只睡上三个时辰 这孩子倒是真乖 让人心疼 柔欲揽着南西柔声道 夫妻要认知眼界 格局和追求相同 方能长久 他和南尔在一起 这些是必经之事 皇宫里 楚清皇一心整顿朝纲 提拔贤臣 给朝堂换上新鲜的血液 眼前的一份奏折 让他眉头一皱 增加兰东赴税 这是谁想出来的点子 温行云谨慎回到 兰东今年夏季和秋天的收成都不错 他心想 陛下前些日子说 要向东陵借银子 日后为了还钱 万一又要抄哪个官员家产 不如现在就开始增加赋税充赢国库 他明面上的话和心里的话 都被楚清皇听了去 那份折子瞬间丢到他面前 温行云是户部上书 掌管国库银两 这种折子 没有他的手肯是递不上来的 所以 楚清皇声音发寒 兰东去年刚遭天灾 今年夏天刚还口气 出这个主意的混账东西 朕真该抄了他的家节百姓之苦 温行云面色大变 惶恐不安 陈这就回去查清楚 楚清皇看着他的背影 稀奇击毙实在太久 他在等着几日后的秋围 希望温战能脱颖而出 替换掉辅救 话说三个月时间 扶仓你是怎么能做到 从三年加到五年零八个月的 一晃便到了八月十六秋围这天 女皇陛下增设三十个名额 广纳天下学子 让一些有才学的寒门子弟 也有了机会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温战和荣王府次子楚玄策 待到九月放榜时 果然如鸿鱼所料 第一名是楚玄策 第二名才是温战 为了更快地发现人才 楚清皇在九华殿设宴邀学子入宫 讨论家国大事 瞬间拉近了女皇和学子之间的距离 入冬时 一路闲逛的荣誉和南西他们才抵达苍云山 显然没打算回东陵过年 扶仓欣喜而激动地环顾四周 因为这里是主子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十二月的皇宫里楚清皇深夜还在批阅奏折 一心想要把事情处理完 好去苍云山与家人过年 火盆里还烧了一份劝他充赢后宫的折子 一月寒冬的清晨 扶仓看了一眼自己的账单 从原本的三年已经罚到了五年零六个月 虽然收益良多 但还是心底外面更加寒凉 荣誉给他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学习计划 扶仓无条件服从 虽然他的学习态度无可挑剔 可大多时候依然不能让荣誉满意 这会儿下棋又跑神 荣誉罚他跪两个时辰 外加两个月 扶仓想到五年之后 自己就二十三岁了 若是主子身边有了讨人喜欢的俊秀少年 危机感让他凝神不敢再胡思乱想 兵法轨道 奇门遁甲要学的还很多 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破敌之策 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忽然响起 要来一局吗 扶仓心头一跳 默然回头 看到了那张朝思暮想的少女容颜 此时仿佛天安地静 只剩下两人 西齐皇城离苍云山有好一段距离 扶仓是真没想到 主子这个时候会来 楚清皇看着他呆呆的样子 上去摸了摸他的头 怎么看傻了 扶仓眼也不眨地看着他 舍不得一开视线 毕竟这几个月 日夜都在思念着主子 楚清皇又听到扶仓有趣的心声 也跟着红了脸颊 年底之前的两个月 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都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他边说边到对面坐了下来 静静打量了一下棋盘 能下到这样的程度 看来你进步了许多 得到主子的夸赞 罚贵的扶仓欣喜回神 主子如此辛苦 怎么来这里了 楚清皇伸手把白子捡回来 放到齐盒里 笑看着扶仓 忙完了一堆事 好不容易能喘口气 我便安排了荣王和内阁几位大臣 暂待朝政 过来看看 扶仓听完 心头感动又内疚 主子专程来看自己 那么辛苦 自己却不能在身边为主子分担 楚清皇粘起一颗 白子冲扶仓甜笑 对意一局 让我看看 你这段时间进步了多少 扶仓压下想跟主子说话的冲动 收敛心神专注于新一轮的棋局 让主子看看他的变化 于是罚贵的两个时辰 因为跟楚清皇见了面 心神安定 能全神贯注投入到了棋局之中 不知不觉 两个时辰就过去了 荣誉看着相谈圣欢的两人 眉头一皱 果然是女大不中流 丹西倾笑着打去了一句 自己交出狼仔子叼自己的女儿 不过好在 男儿是女皇了 她只娶不嫁 此时京城雅居楼学子们 齐聚 本是交流心得的宴会 却因为太后葬礼 而被放出来的几位皇子 搞得气氛微妙 趁楚清皇不在京城 想要拉拢学子 他们觉得 第一名楚玄策 和第二名温战 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结果没想到 楚玄策和温战关系 不仅和谐 还一致站在女皇这边抵抗他们 楚天印眼里的怨毒 都要溢了出来 另一边对局 扶仓只输了楚清皇三子 想当初在公主府 扶仓可是下一次挨一次打 如今的进步确实很大 楚清皇笑了起来 不错 果然还是父王教徒有方 扶仓低着头迟疑地开口 可是属下因为表现不好 学艺的期限 已经从三年延长到了五年零八个月 楚清皇闻言 想到严厉的父王 漫不经心地点头正常 扶仓心头发乱 纠结地看着楚清皇 主子的意思是说 我的确很笨嘛 楚清皇看着他那低落眉眼 赶紧给他打气 你不必妄自菲薄 父王要求比较高 一般他愿意指点的人 都是天赋不错的 又抬手摸了摸扶仓的脸颊 我看上的人怎么可能是朽木 等以后各种本事守到勤来 那账本上的期限 还不是想减多少 就减多少 扶仓文言茅色顿开 再也不纠结于账本上的数字 心里高兴下意识地 握着楚清皇的手 属下不在身边 主子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楚清皇当下有些意外 几个月不见小影位 现在胆子又大了不少 他扬唇倾笑 你是想问我有没有想你吧 扶仓这才察觉到 自己刚刚的下意识动作 脸红心跳地缩回了手 属下不敢放肆 楚清皇反手 又拉着扶仓的手 贴近了两分 确实不太习惯 你今晚要跟我一起睡吗 若是以前主子问 今晚要跟我一起睡吗 扶仓定然会迟疑 羞涩发愣 然而这一次 他却是红着脸 直接硬下好 楚清皇见他现在连迟疑 都没有直接点头 几个月不见 你变化挺大 扶仓文言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时宜的问属下 是不是太不懂矜持 这模样又把楚清皇逗乐了 他点头的确有点 扶仓便低谋敏唇 心想 如果刚刚矜持一下 主子会不会以为自己不愿意 而且他的标杆师傅 在师娘面前也不太矜持 都是有话直说 那样的相处模式 觉得挺好 楚清皇默默听着扶仓丰富的心声 越发觉得 充盈后宫没意义 再多的人 又有谁能像扶仓这样 心思纯净有趣 夜幕降临 荣誉难惜命人 备了捉丰盛的晚餐 扶仓平时也是和师父师娘 一同就餐的 还和平时一样 认真吃饭不说话 楚清皇孝看着他父亲母亲 扶仓这段时间 没有不听话吧 南希温柔地 看着自家女儿 他各方面表现得都很不错 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乖的孩子 学得认真勤奋 乖巧又听话 他看了一眼旁边 为他布菜的荣誉 你父王对他还挺满意的 荣誉还是一贯的清冷淡漠 没有说话 扶仓忍不住在心里反驳 师父对我哪里满意了 这才几个月 就加到了几年 师娘一定是为了宽主子的心 才这样说 楚清皇听着娘亲的话 又听着扶仓的心声 愉悦地笑了起来 女儿选择的人自然不会错 扶仓绝对是一块可雕的朽木 这话都让扶仓茫然了 话说主子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贬我呢 楚清皇为荣誉蒸了一杯茶 辛苦父王用心雕琢 不必顾及女儿 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荣誉脸谋喝茶 他确实也觉得 扶仓这孩子不错 是个可造之才 为了女儿将来幸福 他自是要好好教导 楚清皇想了想 又温生开口 娘亲和父王过几日 也要回东陵吧 女儿想带扶仓先走一步 毕竟女儿刚登基元年 无便在外久留 想尽快抵达东陵 好多住些时日 一直未说话的荣誉忽然开口 扶仓晚上 多抄两个时辰的功课 他知道自家女儿 是心疼小隐位 也没拆穿他的心思 但那股酸味 必须要让扶仓感受到 南希自然也看出来了 马尔现在已是一国之君 凡是自己做主就好 我们不会干涉太多 楚清皇恩了声 多谢娘亲 小别圣新婚 扶仓偷亲 楚清皇 说完话 就带着扶仓告退 回自己的房间 南希忍不住的感叹 人的缘分真是奇妙 明明是最不可能在一起的两个人 却偏偏有了最深的纠缠 一个最尊贵的公主 和一个最卑微的隐位 却偏偏因为彼此 而多了些明媚色彩 房间里 楚清皇看着扶仓抄写的六涛 忍不住夸赞有掌镜 看来我给你找的这个师傅 当真是不错 扶仓沉默地跪坐一旁 目光灼灼地看着主子 楚清皇被那道目光看得烧红 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扶仓没也没烧 都染上几分笑意 特别真诚地说主子好看 楚清皇抬头与他对视 心头一惊 几个月不见小影卫 就变得这么大胆了 这算是小别圣新婚吗 玩味地问他 你哪里学来的这些甜言蜜语 扶仓说话向来不会修饰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属下只是实话实说 主子不但长得好看 还很温柔高贵 像九天玄女 楚清皇觉得 这才分开几个月 沉默寡言的影卫 就学会了甜言蜜语 要是分开个三年再见面 是不是会直接把他扑倒 他抬手捏了捏扶仓的脸 我这么高贵 美丽的九天玄女 居然被你这个小影卫俘了 你觉得你该不该打 扶仓认真点头 该打 只要能待在主子身边 就算天天挨打属下也愿意 楚清皇被他直白的情话 弄得不知所措 睡觉吧 不许再胡思乱想 也不许趁着 我睡着之后做坏事 半夜 扶仓以为主子睡着了 他眼也不眨地盯着 这个思念了几个月的人 楚清皇闭着眼 越发觉得 还是不能太惯着他 眼看着就从小白兔 变成了狼崽子 扶仓自然不知 楚清皇一直都没睡着 满眼欢喜而贪恋地 盯着主子的睡颜 越看越舍不得移开目光 粉嫩的小脸 和那小红唇 好似吸铁石一般 让人忍不住要靠近 扶仓在内心纠结了两久 还是没抵过蜥蜴 轻轻翻身 朝着楚清皇的红唇而去 他一点一点地靠近 就在即将清上的时刻 楚清皇睁开眼 饶有欣慰地看着他 被抓了个现行的扶仓 满脸通红 手足无措 红扑扑的小脸 加上水波唇 好似吸铁石一般 让人忍不住靠近 眼看小隐蔚就要清上时 楚清皇忽然睁开了眼睛 扶仓被吓得愣在原地 此举乃是以下犯上 砍头都不为过 楚清皇却是直直地 看着扶仓并未说话 他能感觉到 分开的这几个月 让扶仓积压了太多情感 见面之后 才不由自主地全部释放了出来 主子抓包后不说话 扶仓害羞又忐忑地 抓起一条被子 把头埋进去 楚清皇见他整个人 都裹在被子里 忍不住抿着唇笑 胆子这么小 很可爱 便直接闭眼入睡 扶仓等了好久 也没等到主子问罪的声音 悄悄把被子往下拉了一点 露出怯怯的脸 主子没生气 他立即大胆地转过头来 见到的 就是绝美容颜的主子 已经入睡 他眉眼尽视柔和 知道主子这是没有计较 主子当真 很宠很纵容自己 胆子又大了几分 满眼欢喜 而满足地翻身过去 把主子抱在怀里入睡 我会让主子累的时候 有个依靠 他的时候 能得到精心照顾 被人欺负的时候 替他出气 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 为他分忧 要宠贯后宫 做主子心肩肩上的人 次日 楚清皇带着福仓 和荣誉南西道别 启程去往东陵 十三天后 到达繁华的东陵都城 楚清皇却不急着进宫见皇兄 让福仓先在城里 找个客栈休息一下 他决定试试皇兄的情报网如何 顺便了解一下 皇兄这几年 有意隐瞒的感情生活 究竟是怎样的 天空一声巨响 薛元昊闪亮登场 又问福仓他管理的情报网 都知道些什么 福仓有些犹豫 这样打探皇上的感情 是不是不太好 楚清皇笑了笑 有什么不好 等父王抵达东陵 皇兄想瞒都瞒不住 迟早都要知道的 父王的情报网 是九州大陆最强的 不过皇兄登基之后 父王几乎不太过问东陵之事 不然皇兄可瞒不了那么久 福仓想想也是 就把他知道的都透露出来 皇上如今三十好几 至今后卫空旋 登基十几年来 从未选秀 早就引起多方流言蜚语 而他身边有一位半独 经常单独传诏入宫 容貌又秀美俊雅 这就有了二人关系微妙的传言 贵为天子 也难免有自己无法如愿的事情 此人就是现任兵部侍郎傅丹青 楚清皇和福仓下榻客栈 与此同时 东陵皇帝宣元后 得知楚清皇已入皇城的消息 让宣元荣战 去把妹妹接进宫来 护妹狂魔的宣元荣战 又挑了一句 皇兄 被父王收为徒弟的那个隐蔚 也跟在他身边呢 言外之意就是 要不要给叼走妹妹的狼崽子 点下马威 宣元号沉默片刻 来就来了吧 你还能把他赶出去不成 宣元荣战嘟了嘟嘴 皇兄就不想为难一下他 我们可爱的妹妹 可是被他叼走了呀 宣元号瞥他一眼 你也老大不小了 赶紧找个女子成亲才是大事 别等父王过来抽你 忽然店外响起一声禀报 副侍郎到了 宣元荣战坏坏一笑 我觉得 父王这次应该会先抽皇兄一顿 宫龄皇帝薛元号 登基三十多年 后宫却空无一人 只和半独傅丹青走得很近 所有人都猜测 皇帝是个断秀之君 其实薛元号 早就有了喜欢的姑娘 正是傅丹青的妹妹 傅丹哥 当年傅丹青病了 作为天子的薛元号 亲自登门探望 然后就认识了年方二八的傅丹哥 在后来一天夜里 薛元号和傅丹哥 请到农时 成了好事 薛元号必要封他为后 但傅丹哥强烈反对 不愿入宫为后 此事也不会向外人透露 就当两人之间 从没有过什么 一段时间后 傅丹哥肚子显怀 傅家上下气急败坏 连夜审问他 肚子里的孽主是谁的 无论是什么威胁 傅丹哥一个字也不说 在哥哥傅丹青的维护下 才暂时平息了风波 而后他顶着极大的压力 生下了孩子悉心抚养 薛元号多次劝解 要公布他们母子的存在 可傅丹哥态度却很坚决 只得遵从他的意愿 所以这些年来 无论大臣们如何催促广纳后宫 薛元号都置之不理 守身如玉 傅丹黄用半个时辰 了解了皇兄 跟这个女子之间的关系 更是让他不可思议 孩子都六岁了 皇兄六年时间 都没能让人家同意进宫为后 薛元荣站点点头 从他们认识起 整整八年了 起初刚发生时 让人震怒 一段时间后 便也没人再多提了 他也就自己带着孩子 那么过了下去 傅丹黄乍一听的感觉 是这女子不喜欢他皇兄 不管那时发生过什么 既然人家不喜欢皇兄 不愿入宫 也不必强求 薛元荣站叹了口气 恰恰相反 他爱皇兄 爱得可以为皇兄去死 楚清皇的好奇心 瞬间被勾了起来 既然是两情相悦 为什么如此强硬地 坚持不入后宫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 为了他皇兄的幸福 他决定进宫前 先去见见这个傅姑娘 薛元荣站高兴地表示 我来为妹妹安排 去傅家事宜 若妹妹真有办法 在父王抵达东陵之前 让傅丹哥答应进宫 你跟这个小隐蔚的事情 我和皇兄 都会送上最大的祝福 扶仓刚好端茶过来 猝不及防 就被主子捏了脸 他温顺没动 楚清皇似笑非笑 二哥 这是在跟我谈条件 轩元荣站求生欲爆满 赶紧笑着扯过去 这么说 多伤兄妹感情 明明是哥哥请妹妹帮忙 然后我们表达一下谢意 楚清皇看了一眼二哥 走吧 我不会跟父王告状的 现在我就去傅家看看 很快 楚清皇拿着轩元荣站给的令牌 说是傅丹哥的好友 见到了傅夫人 傅夫人眼见着面生 但是看在令牌的面上 就压下一货 领着楚清皇往里走 听到前面有孩子读书的声音 楚清皇笑着开口 傅夫人且留步 我自己去见丹哥 而后她朝着声音的方向去 远远就看到廊下读书的孩子 旁边的女子容色轻利 眉眼间笼罩着一层淡漠通透的气息 楚清皇喊了一声傅姑娘 响亮的读书声戛然而止 六岁孩童也看了过来 小小年纪就有一种不骄不躁的沉稳气度 楚清皇心里暗叹 这孩子就是缩小版的皇兄呀 简直太像了 楚清皇走过去 跟傅丹哥自我介绍了一番 傅丹哥知道是皇上刚认的一妹 也猜到他的用意 便柔声吩咐自己的儿子去屋里读书 男孩乖巧地应了声 把手上的书籍合了起来 然后转身进屋 楚清皇注意到书籍上的名字 原来这孩子名叫成喜 看来皇兄是想让他为储的 孩子走后 傅丹哥便开门见山 姑娘今天也是来当说客的 楚清皇漫不经心地点了个头 皇兄跟傅姑娘的事情 我不便干涉 我只是好奇 成喜这名字显然日后要担当重任 傅姑娘对希尔的教导也很用心 怎么就不愿进宫为后呢 傅丹哥文言微醋眉 此事我有苦衷 不便为外人说道 毕竟事情原委 他连轩缘号都不曾透露 又怎么会轻易告诉 刚见第一面的楚清皇呢 楚清皇也不着急 看着在沉思的傅丹哥 只想说这毒心术真好用 他听到了傅丹哥不愿入宫的缘由 原来傅丹哥从小就觉得 薛丹后这个太子哥哥 是世上最好看 最有气度的人 打从十几岁开始 他夜里就时常做着同样一个梦 梦到自己成了薛丹后的皇后 还梦见傅氏一族 借着他皇后的身份举足飞升 父亲成了全臣 贪污受贿 仗势欺人 各种坏事做尽 最后甚至想要弑君 母亲也是所求无度 贪得无厌 那个梦诡异 又忤逆 他无法说出来 又怕梦眼成真 所以只能极力地躲开薛丹后 却不料他母亲在食物中下药 促使他和薛丹后生命 做成了熟饭 帝王在臣子家中 遇到这样的算计 薛丹后却未责问过 那是谁的阴谋诡计 反而安抚他 傅丹哥真心觉得 这样的男子就该站在云端 只要自己不成为他的皇后 父亲和母亲 就没有机会放纵自己的贪欲 他也不用身于险地 意外有了心爱人的孩子 他无比欢喜 可又很害怕 他母亲一次次威逼利诱 想让傅丹哥亲口承认 孩子的父亲是皇上 而傅丹哥也一次次打着太极 就是不让他们如愿 他寻思只要时间一长 薛元昊很快就会放弃 他这个不识抬举的女子 毕竟像薛元昊那样完美的人 想要什么美人淑女 都是易如反掌 可他却没想到 不管他怎么拒绝怎么提议 薛元昊自始至终不曾放弃过他 成日拉着兄长做睡客 而这个像薛元昊缩小版的孩子 便是他余生的寄托 傅丹哥从抽离的思绪中回过神来 淡淡开口 我父亲虽然实权不如丞相和首辅 可是在文臣之中 几乎已是最高评级 我若进宫为后 傅家一跃成为国舅府 地位便是名副其实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楚清皇已然明白 问题症结所在 温生建议 你心中有不安 有顾忌 完全可以跟皇兄坦诚 皇兄是圣明天子 可能比你想象中还要厉害 傅姑娘 还是在考虑考虑吧 也许很多事情 只是你自己在钻牛角尖 你害怕发生的事情 可能并不会发生 两情相悦 在于心灵相通 但相处之道 却在于坦诚 有困难 可以共同去面对 随后楚清皇一出父府 扶仓就顺移到他眼前 眼里全是一刻不见 如隔三秋的极色 楚清皇冲他笑了笑 然后乘马车进攻见皇兄 我知道傅姑娘 为什么不愿意进攻为后了 抵达秦政殿 容貌最酷似荣誉 有浓厚帝王威亚的宣元号 走了出来 马儿 他跟你说了什么 缓缓抬头看了过来 目光越发深沉 这就是那个尚未澄清 就跟暖耳睡在一张床上的隐蔚 扶仓只打量了一眼 便低头沉默而轻功 楚清皇察觉到自家大哥 对扶仓的不耐 赶紧护住 皇兄莫及 皇兄觉得我这个小隐蔚怎么样 可还满意 薛元号见妹妹互独自的模样 歇了菜 悠悠坐下 要我满意干什么 我又不打算娶她 楚清皇一笑 可我要娶啊 皇兄若是满意 我便有办法解决父姑娘的问题 薛元号看着自家妹妹 护心上人的模样 没忍住笑了出来 小妹这哪里是给皇兄长眼 分明是威胁皇兄 楚清皇也笑了起来 没办法 谁让皇兄拧有七寸软肋 捏在人家手里呢 薛元容站已在门外 听着兄妹对话 仿佛又回到暖暖未出世前 妹妹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厉害 便宜那个狼崽子了 屋内薛元号亲自蒸了杯茶 给楚清皇回归正题 戈尔究竟是怎么回事 又抬头看了一眼容貌俊秀 乖乖立在一旁的扶仓 坐下吧 都是自己人 这话便表明了 作为大哥的态度 楚清皇很开心 大哥的支持和认可 啄了口茶 具体原因我不便透露 皇兄以后可以亲自问他 父王过几天 就会抵达东陵 也许需要皇兄配合 演艺出苦肉计 现在皇兄需要先调动 一下傅大人的职务 薛元号何等聪明 瞬间就明白了关键点 戈尔担心的是他的父亲 楚清皇恩了声 算是吧 皇兄只钟情义人 那皇后母族 必然显贵无双 自然容易滋生贪欲 若不提前算计 将一切扼杀在萌芽状态 日后国法 私情 掺杂爆发的问题 将难以计量 薛元号沉思了起来 知道问题所在 想要解决很容易 可是他太了解 傅丹哥决绝的性子 如何彻底消除 他心里的忧虑 才是他最难的 叹了口气 多谢男儿 楚清皇摇摇头 兄妹之间不用客气 我这次来东陵 还有一件事 我跟福仓 想向皇兄借钱 每人借五百万两 合起来共借一千万两 薛元号看了福仓一眼 满眼怀疑 把他卖了 也值不了五百万两 他要怎么还 福仓羞愧地低下头 楚清皇伸手拍了拍福仓 卖给我的话 五百万两也不算多 皇兄放心 这笔钱福仓以后 并能还上 还有 大哥不许欺负福仓 薛元号悠怨地看了一眼 果然女大不中流 有了心上人 哥哥都得排后 薛元容战偷笑 这种被妹妹抛弃的感觉 皇兄自然也不能少 时间还早 楚清皇带着福仓 去逛繁华的东陵皇城 毕竟一个皇兄 要忙着追妻 一个皇兄忙着练兵 作为他们最疼爱的妹妹 自然不能多占用他们时间 而福仓无心看风景 满脑子都在思索 他那五百万两银子的事 寻思前几年 有人出一千万两 买东陵皇帝的命 可那是他大师兄 是主子的哥哥 为了夫妻和谐 绝对不能动 但是那北疆皇帝的人头 虽然差一些 应该也值五百万两 若是取了他首级 债也还了 主子还可以出兵 拿下北疆 这笔生意一举两得 好像还可以做 楚清皇听着福仓的心声 就莫名觉得好笑 这小隐蔚的心理活动 怎么就这么丰富呢 他出声引导 福仓 这东陵都城 比起稀奇 可是繁华富庶多了 比起征战天下的野心报复 百姓的生计安稳 更能体现君王的盛名 福仓 你觉得呢 福仓瞬间就明白 主子已经登基做了女皇 治理天下 武力不是解决一切的办法 而且 师父和主子的教导 也是希望自己是多方面的 不能只是个杀手 楚清皇见福仓打消了那个念头 特别满意地揉了揉他头 不错 如子可叫 忽然视线里 却瞥见一个 一袭大红色袍芙 比红雨还惹眼的年轻男子 他微微醋眉 看着那男子 走进皇城最富盛名的一家青楼 楚清皇眼里 划过一抹深思 而后抬头 福仓 我带你去逛逛青楼 女皇陛下 带着小尹卫 去了东陵最繁华的青楼 福仓整个人都是猛的 主子身份尊贵 怎么来的这种地方 老宝惯心热情地出来迎接 这是哪来的贵客 等看亲人声音就卡住了 哪有小姑娘 带着男子来逛青楼的 看着身贵气打扮和气度 莫不是谁家贵女来捉奸的 赶紧陪着笑 姑娘您这是何意 我这里来的 可都是达官贵人 他们来的目的是寻欢作乐 若是兴致 被打扰 就不好办了 楚青皇懒得和他废口舌 掏出二哥 给的令牌 在老宝面前一傻而过 看清了吗 我逛一会就走 不找你的茶 你也不许声张 老宝顿时态度恭敬 湛王的令牌 那可是尊大佛 姑娘请随意 楚青皇带着福仓 静置上了二楼 一路都在留心 那个红衣男子 福仓沉默地跟在后面 不懂主子想做什么 难道是在借机考验我的定力 楚青皇听到福仓的心声停下脚步 勾起了福仓的下巴 你从前应该是没来过这种地方 不好奇 福仓被主子 错不及防地触碰 烧得脸颊飞红 属下对清楼女子不敢兴趣 属下只想着主子 楚青皇文言心头一动 顺势和福仓 白了个十指紧扣 想我是你的本分 要是不想的话 就该挨打了 发现福仓以前的自卑执拗 好像消失殆尽 整个人变得格外听话生动 福仓也感觉 主子对他越来越亲近 打定主意 要做最厉害的那一个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把主子胃口也养掉 除了自己 其他人都入不得主子的眼 楚青皇听着福仓案 搓搓的小心思 心情不由的甚好 片刻回归正题 我方才看到了一张 隐隐眼熟的面孔 但不能确定身份 只能跟着他进这清楼看一看 福仓沉默 原来如此 眼熟却不能确定身份 那人不会又像楚灵川他们那样吧 两人穿过长长的廊道 每一间房里 都是欢歌在舞的声音 唯有镜头拐弯处 一阵刻意压低的交谈声传入耳膜 楚青皇脚步微顿 给了福仓一个眼神暗示 福仓便心领神会 主子要找的人就在这里 然后他直接跃上屋顶 熟练地去探查 楚青皇也抬手 轻轻在窗户上戳了的洞 红衣男子背对着窗子 看不清容貌 但另外一人楚青皇 却是认识 他是北疆皇帝端木玉 福仓曾想过 斩杀他的人头 来还五百万两了 红衣男子正在愤恨不平 谁能想到 楚青皇居然这么快 就登机成了女皇 那老不死的 竟然就这么轻易退位了 打乱了我的计划 端木玉若有所思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不过不用慌 还有办法 福仓隐匿在一旁 察觉到房内动静 也没多加逗留 转身离开和主子会合 大门口老宝一直在那里等着 楚青皇看着对方 表情明显忌惮 却不得不陪着笑脸的模样 率先出声 今天的事情不许议论 就当我没来过 老宝连连点头 姑娘放心 我保证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绝不多言 马车里 楚青皇和福仓交换信息 这次我们来得巧 皇兄的生辰要到了 北疆皇帝每年开春 都会来为皇兄的生辰送上供物 本事正常事 何为何这一次 却偷偷摸摸进了都城 福仓 那个红衣男子的容貌 你可看清楚了 福仓点头 他长得跟主子有几分相像 楚青皇闻言 瞬间猜到了什么 福仓又继续说 那人长相跟主子有几分相 但主子温柔善良 他面向暴力 看起来有些阴沉 倒是更像原来那位 楚青皇理顺了 怪不得觉得眼熟 原来他与原主楚青皇相似 这么说来 那个人应该就是 跟你互换身份的西齐五皇子本尊了 价值五百万两的北疆皇帝端木玉 悄无声息潜入东陵 和调包的阎国王子碰头合谋 几日后 荣誉南西也抵达了东陵 楚青皇第一时间 把北疆皇帝和阎国王子 偷偷提前来此的事 告诉了他父王母亲 父王的情报王 可知天下事 对此可知道些什么 荣誉闭了闭眼 你已是异国之君 扶苍要做皇夫 便需能独挡一面 北疆和阎国的事 我不会给你们提供任何情报帮助 楚青皇还是从话语间捕捉到了信息 看来这是是冲我来的 他也清楚 父王母亲退位 一心一意过悠闲生活 不到非邦不可的地步 父王都不会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很多事也只能自己做 扶苍也敏锐地捕捉到 又要跟主子分离了 这种情况下 主子是不能在东陵逗留太久的 楚青皇虽然把事物都交给了龙王和楚玄义 但毕竟刚登基不久 登基不稳 各方势力还在蠢蠢欲动 夜晚 楚青皇靠着床头看着扶苍 此番端木玉和那个吊包的王子出现在这里 西齐内部 怕是有人与他们勾结 我决定明日一早就回去 免得夜长梦多 你留在这里 等皇兄生辰之后 随父王一起回苍云山 扶苍虽然不舍 但也懂大局 属下护送主子离开东陵 我能保护自己 轻装减刑 也便于避人耳目 你不用太担心 不管护送到哪里 最后都是要分开的 扶苍都明白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只觉心里空落落的格外难受 脑子里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他鼓足勇气抬眸 主子能不能亲亲我 九州大陆最强国家 东陵皇帝生辰 各国皇帝王子亲自到访 众人落座后 北疆皇帝端木玉 就有些坐立不安了 收到的情报说 西齐女皇已经到了东陵数日 这么隆重的场合 怎么没见人影呢 他不动声色地 给阎国王子一个眼神交流 难道说情报有误 可西齐女皇 确实离开西齐了呀 陷下她会在何处呢 端木玉登基不久 却有着吞并天下的野心 可惜她的能力 跟不上她的野心 如今只是在小心折服 伺机浑水摸鱼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楚清皇接连几日快满 及时抵达东陵 大洲和西齐三国交界的地方 遇到了刺客 十几个从天而降的蒙面人 守直长剑 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 冲杀过来 突如其来的埋伏 楚清皇依旧沉着冷静 策马停下 杨鞭挥了过去 几个黑衣人虽是高手 却比不上出生于苍云山的楚清皇 一鞭子就躺地上不动了 其他看出了武功高低 知道不是对手 但仍然枉死了冲 楚清皇也看出来了 这些人是不死不休的死士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就在这时 身后忽然出现一个俊美的男子 一副极恶如仇的模样 朝那些黑衣人冲杀过去 楚清皇沉默地扫了一眼来人 荒郊野外英雄就美 剧本俗演技还差 他不动声色地等着看下一步 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几个死士 轻松被男子收割 而后男子潇洒回身 努力展现自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侠士 姑娘莫怕 贼人已被在下杀光 在下姓周 丹明少 人称周六爷 楚清皇淡淡拱手 多谢 而眼前人的名号 他倒是知道些 周氏是稀奇第一大商骨 这位周少便是周家的少主 已经掌了家主大权 周少豪气一笑 此处乃三国交界 鱼龙混杂的三不管地带 姑娘一介柔弱女子 实在是危险 与其孤身在外 不如到在下的宅子里休息一晚 明日再赶路 楚清皇悄悄返程 身边是带了几位顶级高手的 如今这周家少主却说他孤身 是一点都没把他带的人放在眼里 出声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有钥匙在身 不便打扰 多谢周公子好意 话音刚落 就听到不远处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楚清皇抬眸望去 来的人还不少 这般有备而来 这架势是要来墙的呀 一行人翻身下马 恭敬地喊着六眼 周少恩了声 看向楚清皇 在下的院子就在前面不远处 还请姑娘给一个面子 楚清皇知道不去是不会罢休的 也想知道他出现在此眼这一出 究竟异域何为 便硬下了 东陵皇宫 轩辕荣战看着在那沉默寡言的扶仓 就不明白了 自己那貌美如花的妹妹 怎么就会被他给叼走了 若有所思的过去 福仓 你在沧云山上这几个月 有没有被父王抽过 福仓摇头没有 轩辕荣战满脸不幸 父王那么严厉的人 怎么可能不动手 我这个亲儿子都挨了不少抽 你又不是天赋一柄的天才 福仓垂谋解释 师父对我有别的惩罚方式 想想账本上那五年零八个月 他宁肯挨抽 也不愿加时长 荣战 轩辕荣号转头瞥他一眼 你多大的人了 还跟他孩子一般见识 轩辕荣战闭了嘴 想想自己跟皇兄 都是年过三十的人 福仓才十七八的少年 确实有点欺负弱小的嫌疑 这边楚清皇 跟着一行人到达了周家 周少在心里忍不住为自己点赞 女皇行踪极为难查 他也是在东陵和西齐之间 布下无数暗桩 守株待兔 牺牲那么多死士 才有了如今这个接近的机会 他面上很千功有理的开口 周某愉悦 尚未请教姑娘方明 楚清皇心里冷喝 这宅子布置极为精心 暗处还隐藏了不少高手 一看他们就是准备多时 这会儿还装作不知道我的身份 他也没兴趣去编 直说姓楚 但看周少的眼神带了寂寞寒光 周家与宣王楚天阔关系甚密 商骨之家账策复杂不易清算 原本还想着过些时候 好好查一查周家 再动他们 没想到他们这么着急 主动送上门 周少心情很好的在前面带路 心里还在盘算 宣王想让自己借助美男计入宫 再跟他理应外合 可此刻机会难得 要不就直接把他除掉 西齐江山 已经是楚清皇这个女皇当政 可宣王楚天阔依旧不死心 派人实美男计 诱杀楚清皇 周少虽然算得上风度翩翩 但跟红鱼几人相比 那就是凤凰与土鸡 楚清皇站在阁楼打量着周宅 每棵树上守着一个人 足以把他住的阁楼盯得密不透风 还真是心机不浅啊 这会儿 周少安排了两个婢女 伺候楚清皇沐浴更衣 楚清皇抬眸看了眼 你们叫什么名字 两个婢女恭敬回应 沉鱼落雁 是周公子见到楚姑娘之后 刚给婢子们娶的 楚清皇恩了声 着实被犹到了 心想这位周公子 倒是适合去宫里做太监 哄娘娘开心 大概很有一套 晚饭是周少亲自送过来的 还特意换了身白袍 让她看起来更加俊美温润 楚清皇见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还特意换了身衣裳 做得还挺努力 缓缓开口 公子姓周 跟西齐第一商谷之家周氏 可有关系 周少文言腰板挺的笔直 我就是周氏一族嫡系的六公子 心想没听过周六爷的名号 可见消息阻塞 怕果然是除了武功和美貌 妥妥的美脑子 楚清皇把她的心声听了过去 不着痕迹的冷笑 原来你就是周家子嗣 果然是一表人才 周少谦逊一笑 楚姑娘才是倾国倾城 让人一见倾心 又立即很殷勤地为她夹菜 楚姑娘尝尝厨厨房做的饭菜 和不合胃口 就在快要放到碗里时 楚清皇嫌恶地出声 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夹菜 周少动作一僵 菜已经掉到了碗里 他当即想把自己的碗 跟楚清皇换 楚清皇不悦地皱着眉 我不想用你的碗 周少甘笑着 这个我没动过 楚清皇不语 但是嫌弃之色 清晰可见 周少尴尬 却始终陪着笑 吩咐落雁 给楚姑娘重新换一碗 等到新晚上来 楚清皇抬眸看她 初次见面 周公子不但出手相助 还对我照顾得如此细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点 周少笑得人畜无害 楚姑娘太可爱了 我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点 不过是眼前 有家人一世而独立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这种花孔雀油花撩人手段 真不适合楚清皇 这种清冷性子 这顿饭让她很反胃 真没那耐心 陪这个人虚与伪夷 生怕等下 忍不住把盘子扣到她脸上 还是得想办法 尽快离开这里 夜晚 楚清皇故意在房间 点燃火折子丢了下去 监视的人 一看到亮起火光 赶紧就去通知自家公子 不到片刻 周少带着人直接闯了进来 发生了什么事 楚清皇冷着脸 很不悦地转头看她 女子房间说静就静 周公子如此待客的 周少歉意地陪着笑 抱歉 我看到火光 屋里又没动静 一时太紧张 生怕楚姑娘出了什么意外 楚清皇拎起一个小包裹 我的衣服向来只穿一次 换下来的 直接点火烧了 需要这么大惊小怪 跟着进来的沉鱼落叶 面面相去 那可都是价值不菲的上等料子 穿一次就烧掉 这笔主子还任性 楚清皇冷着脸 多了几分薄怒 滚出去 随手把那小包裹扔了出去 周少行走商场 应付过形形色色的人 还从未有人在面上 给他这般难堪 不过想到楚清皇的身份 他依然陪着笑 我这就出去 楚姑娘息怒 转身出来后 他便立刻叮嘱死事 那衣服肯定有什么猫腻 你们都叮嘱了 一只蚊子 都不许飞出去 正在大家去研究 那衣服的问题时 楚清皇一袭黑衣 轻轻推开窗户 一跃而出 周少被大众思想所带动 也认为楚清皇有勇无谋 是个没脑子 好拿捏的蠢货 然而楚清皇利用自己的旧衣服 来了个声东击西后 换上夜行衣 轻松避开周家死事 潜入周少的书房 来都来了 总得带点什么才不愧 恰好看到书桌上的一封密信和令牌 他唇角弯弯 果然 秦国就亲自修书 和这周六爷勾结 有了这证据 就等于掐住了几家人的脖梗 可以走了 另一边 周少担心楚清皇烧衣服有猫腻 所以亲自监督 可直到都化为灰烬 都没有看出任何的异常 他不禁怀疑 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就在这时 院子里速速作响 四面八方 都有毒蛇涌入 此事脸色大便护着自家主子 哪来的这么多蛇 周少想到 住在阁楼的楚清皇 暗教不好 作为商人最擅长的 就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此刻这个女皇 可不能有半点差池 他也顾不得什么 直接冲上二楼 猛地推开房门 却发现房间里空空如也 毒蛇以四三而逃 当即恍然大悟 这时 护卫又匆匆过来禀报 主子 跟着楚姑娘一起的 那几个高手不见了 还有您书房里 秦国舅的密函 和您的信物也不见了 周少脸沉如水 自以为掌控一切 却被人玩弄于鼓掌 他接过楚清皇留下的书信 陷入了沉默 今夜一份博礼 送给周六公子 盛情招待六公子 周少嘀嘀一笑 是我大意了 西齐唯一一位女皇 怎么会是坊间传闻的草包 这传番的也不冤 弑君之罪 周家一伤骨 如何能承受帝王之怒 他当即吩咐人 传令下去 撤回派出去的所有暗装眼线 负责刺杀的死士取消任务 改为护送楚姑娘回京 不得有误 即日起 就开始切断跟国舅府的来往 不许任何人私自行动 此刻想想 先前自己在楚清皇面前 说的那些油腻话 眉头一沉 只希望还来得及将功补过吧 因为这般原因 楚清皇这边日夜兼程 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西齐皇城 各大王府的眼线 也得到消息 回禀了主子 楚天阔气的摔东杂西 周少这个废物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敢自称周家最年轻的家主 秦国就得到消息 也面色难看 隐隐有种风雨将要来临的感觉 皇宫里 锦兰正担忧自家主子 在外过得好不好 功龄皇帝刚过完生辰 主子这一趟至少还要半个月才能回来吧 刚转身就瞅见自家主子 他心头大惊 主子怎么会这么快回来了 算算时间都没等到东陵天子生辰就返城了 这样能借到钱吗 楚清皇听着忠心奴婢的担忧 微微一笑 传指 赵宣郡王进宫一事 扶仓想要早点再次感受唇上的温暖 白日里摒弃杂念 专心学艺 努力让各方面都变强 能早点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夫 一到夜晚 虽然身子骨发凉的毛病已经治好 可思念主子的心让他辗转难眠 红宇自从做了青天剑 虽然断了踏入后宫的路 但也不妨碍他另类争宠 御书房里 楚清皇把龙岸上这段时间堆积下来的卷宗和奏折 翻开看了看 正不在时 楚天阔还去参加了学子们的宴影 扶风恭敬回禀世 原本是荣王赐子楚玄策牵头的学子聚会 宣王却不请自来 主动敬酒是好 拉拢学子居心叵测 他以为读书人都会认为 旁人的学识文章不如自己彼此不服 何况楚二公子和温公子身份上 天差地别 却不想 楚二公子和温公子都是聪明人 当时便给宣王吃了软钉子 引得众学子举杯敬女皇陛下 明确表态 他的收买人心没用 楚清皇听完回禀微微一笑 楚玄策自小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倒是个妙人 说话间 宣王已入罩进宫 即使再不愿 也不得不低头行礼 见过女皇陛下 看到楚清皇安然无恙地坐在笼椅上 他又在心里 把周少给咒骂了一遍 没用的东西 楚清皇抬眸看他 正不再吵的这段时间 皇兄很忙嘛 此番正在回京的路上 遇到了一件 让人不太愉快的事情 楚天阔心虚地垂下头 陛下身份不凡 时有不顺 也定能逢凶化吉 他心里不确定 楚清皇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还是在故弄玄虚炸他 毕竟周少彻底和他们断了联系 所以具体情况 他们也不得而知 楚清皇直接把那封密函扔到他脚下 这是二皇兄写给周家少主周少的信 让他在东陵 至西齐的各个路口关卡 安排人手刺杀于阵 面对楚清皇的立声质问和脚下密函 楚天阔脸色骤变 心想我明明没有给周少写过信 都是舅舅一手安排 这种大罪 他想到的是把自己脱离出来 立声否认 我没有 楚清皇冷漠看着他 你有 当即就有禁军将楚天阔控制起来 他慌了神 楚清皇你血口喷人 为了对付本王 你随意伪造证据造谣诬陷于我 楚清皇不理会 他的歇斯底里冷冷开口 即日起 包去楚天阔所有王爵 贬为庶人 不再享受皇室尊荣 并打入天牢 由刑部大理寺共同审问 御林军包围宣王府 收查过后 宣王意图谋反证据确凿 府中财务尽数超规国库 秦国旧一家 也受牵连打入天牢 宣王一派的官员 各个惶惶不安 周少也于几日后抵达帝都 周家在皇城的靠山已经倒台 为了不被其他家族慢慢蚕食代替 只能向女皇陛下献上自己的忠诚 正好听说国库空虚 女皇陛下去东陵是为了借钱 周家正好有钱 只希望能以此换周家一条活路 然而此时局势敏感 他和秦国就有殷亲关系 官员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没少在帝都吃壁门羹 楚清皇听完伏风的禀报笑了笑 既然他已尝到人情冷暖 对自己的身份应该也有深刻认知了 让楚玄义领他进攻 朕答应给麒麟那边增补一批军费 也该兑现承诺了 低头看着手里刚收到的信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小隐蔚的字又长进了 像是冬天里的一抹暖羊 怎么看怎么喜欢 扶苍经过荣誉的调教 已经从一个生硬的隐蔚 变成了蹊跷玲珑心的小奶狗 不仅自己好看 词汇也丰富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算下来属下已经有四百年未见主子面 思念魔人辗转难眠 主子肯定也想我了吧 若我偷偷下山 去见主子一面 再偷偷回来 师父应该不会生气吧 所以他在给楚清皇书信的后面 约定了一个见面地点揽月楼 楚清皇看完忍不住想笑 写得有模有样 还想学文人卖弄两句文采 甚至能想象到 扶苍在桌案前苦思冥想的模样 偷偷下山 他是怎么觉得自己能不被父王发现的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 心情却是好得不得了 站在一旁的元宝 忍不住好奇 这是谁写的信 陛下看起来心情很不错的样子 难不成是心上人 楚清皇听到元宝的心声 放下信件抬眸看他 元宝赶紧上前 陛下 周六公子到了 周少看着龙岸上批阅奏折的女子 上次见面 还是平背论处谈笑风声 而现在再也不敢自欺欺人造次 他俯身跪下 恭敬行了参拜大礼 草名周少参见女皇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楚清皇抬眸看他一眼 万岁 若周六公子上次的计划成功 朕可能连十六度活不过 谈何万岁 楚清皇声音淡淡让人听不出是什么情绪 但周少还是吓得魂飞魄散 草名该死 请陛下治罪 宣王给的只是身灭口 草名思前想后 未敢照他的话去做 楚清皇翻开手里的奏折但莫开口 宣王献下已经扶诛 你费尽心思想见朕 还有什么想说的 他突然眉心微皱 手里的奏折 又是让他充赢后宫 今天都看了好几本了 这些老臣们正是不见干 竟盯着他的后宫 简直不务正业 便随手丢在一旁 周少则是在这一瞬间想明白了 女皇陛下并不打算真要对付周家 不然早在宣王被打入天牢时 就会派人去抄家拿人了 他立刻出生表忠心 草名前些日子 听闻缅北换将 其将军曾承诺 新建一万铁骑兵马 强国须强兵 此事乃是国之要事 陛下初登大宝 处处需要银子 草名不敢拖大 只愿进一片心意 拿出五百万两现银以示忠诚 还望陛下明鉴 楚清皇心里清楚五百万这个数目 以周家的能力的确没有保留 周少将功补过得诚意十足 于是他点点头 既然如此 朕就给你一个机会 另外 宣王和秦家寄存在你那里的银子有多少 也必须如数奉还 这笔银子是贪莫所得 理该属于朝廷所有 周少松了一口气 周家九族算是保住了 恭敬殷下 草名一定照办 楚清皇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东陵给了一千万两 再加上周家的五百万两 西齐总算没那么紧张了 又召见了户部尚书温行云 东陵和周家这两笔钱收入国库 记录账策 这笔钱正是用来养兵的 不得正允许 一个字都不许动 温行云心里越发不满 却不敢说什么 功声应下势 觉得他这个户部尚书 能动的银子太少 做得有些憋屈 楚清皇把他心里的不满 都听了得一清二楚 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下去忙吧 元宝随阵出去走走 元宝连忙英生 以为是去御花园 结果是女皇陛下 换了一身黑色男装 带着他出宫 果然帝王心最难测 楚玄义这个敬畏统领 在身后战战兢兢 生怕被人认出来 主子 京城见过您的人可不少 万一有人认出了您 生出歹义可怎么办 楚清皇一副温润公子模样 威摇头 这里不是官员扎堆的内城 天气炎热 也没什么人愿意在此处闲逛的 楚玄义心神紧绷戒备着四周 毕竟认识他的人也很多 太扎眼了 臣还是觉得太冒险 楚清皇抬眼看着眼前的小楼 无妨 我们去这里坐坐 蓝月楼 名字还挺好听 谁能想到 堂堂女皇陛下 竟是二游青楼 第一次入青楼 是带着扶仓 第二次入青楼 则是带着太监和敬畏统领 蓝月楼的老宝 见楚清皇和楚玄义 贵气十足 一看就是有钱人 热情的不像话 贵客看着面生 是第一次来吧 可有钟情的姑娘 楚玄义神经紧绷 自古青楼 就是鱼龙混杂之地 他生怕女皇陛下 有个三长两短 楚清皇倒是一副从容淡定 拿出一定金子给老宝 本公子 想见你这蓝月楼的花魁姑娘 沉甸甸的金子 让老板既喜悦又为难 真是不巧 蓝月姑娘今晚已经被点了 这会儿 正在天字一号房 给贵客弹曲呢 楚清皇文言 很好说话的笑了笑 既然如此 那就安排 我们去天字二号房 随便找两个姑娘 弹琴唱曲也行 老宝一听连忙点头 好嘞 一定给你安排好 片刻后 就有两个长得秀美的小姑娘 抱着琵琶过来见礼 然后规规矩矩地跪下弹奏 楚清皇则借口不太舒服 去那间休息 实则是悄悄翻窗出去 听一号房的墙角 楚玄义和元宝两人 从进门眉头就没平过 要是让朝中大臣知道 女皇陛下带着一个太监 和一个敬畏统领 堂而皇之地逛青楼 怕是会被一口盐汽水喷死 不好好的待在皇宫 跑来青楼歇息 女皇陛下的心思真难懂 此时 楚清皇在两房之间 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严国贾王子魏恒 正在骂骂咧咧咧 最近本王给楚天陵 传过两封书信 一封是告诉他 西齐女皇位在东陵 情报有误 一封是让他在西齐散播 有关本王室西齐皇室正统的传言 可他毫无动静 宣王出事 就把他给吓破了胆 这么没用的废物 如何共谋大事 北疆皇帝端木玉冷声提醒 冷静 我们现在的计划 必须有人配合 他这样的人 好控制好背过 急性子的魏恒 有些不耐烦了 不如我们直接杀了楚清皇 只要他死了 我们的计划 就能万无一失 蓝月姑娘 你觉得呢 可有十足把握 这位蓝月姑娘 慢悠悠起身 往窗外走去 声音偏中性 我有九成把握 不过此事极为冒险 我的规矩是 先付一半佣金 魏恒文言沉默了下来 他根本一下子 拿不出三百万两 一切都得看 北疆皇帝端木玉 蓝月姑娘走到窗子前 楚清皇 已经提前回到了 自己的二号房 打开房门 便让他们别谈了 两个姑娘 恍然不安地收了音 楚清皇回到主位 当即拿出一打银票 放在茶案上 这财大气粗的厚度 着实让人心动 告诉你们妈妈 本公子今晚出一千两 让蓝月陪我两个时辰 青楼老宝间 惯了形形色色的人 一眼便能看出 楚清皇身份不凡 外加上这么厚的一摞银票 足以让他屁颠屁颠花心思 把蓝月姑娘给周转过来 没一会儿 他便来到一号房陪着笑 贵客 荣王府世子出一千两银子 非要蓝月姑娘去陪他们 您看可否相让 魏恒和端木玉对视一眼 觉得此番秘密 前来稀奇 不宜引起人注目 反正 事情已经谈好了 因为一个花魁 跟荣王府闹出动静 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 很痛快大度地 把蓝月姑娘让了出去 老宝也没想到 这贵客这么好说话 连连道谢 带着人出去 隔壁房间 楚玄义中士 忍不住又开口 主子微服私房 要的就是低调 但在青楼报上 荣王府世子的身份 会不会过于引人注目了 楚清皇不以为意 报出身份 隔壁的人才会有所顾忌 不会闹事 陛下这般说 楚玄义也就不再多言 元宝这个小太监 很是不解 陛下 到底为什么非要抢这个花魁 主子是女子 花魁也是女子呀 楚清皇没有理会元宝的心声 而是在期待女装的服仓 这会儿 老宝已经带着蓝月姑娘进来 手抱乌木琴的蓝月姑娘 温婉行礼 奴家见过公子 公子万安 楚清皇眼前一亮 这装扮还真不错 饶有兴致 开口走近一点 楚玄义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这种距离主子安全堪忧 但凡这姑娘 敢有点什么心怀不轨的动作 必须比她快一步出手捏死她 同时也奇怪 这姑娘的身量 比一般女子都高一些 蓝月姑娘温顺地 跪在楚清皇脚边 楚清皇伸手勾着蓝月的下巴 细细打亮 眼里竟然透着些痴迷 元宝吓了一大跳 心想陛下 不选秀 却看上了这个花魁 这到底是为什么 福仓为了嫁给楚清皇 不惜扮作女子去骗钱 楚清皇没在意另外两人的情绪 盯着蓝月看了好一会儿笑了起来 你叫蓝月 容貌不错 蓝月努力克制着眼底的情愫 红着个脸 抬眸温顺回应 谢公子 两人互相配合 互不拆穿 楚清皇抬眸 看着焦虑不安的楚玄义两人 你们都出去吧 我要让蓝月姑娘 单独为我一人抚情 不用担心 我心里有数 楚玄义文言不放心地 又打量了一番 身段高挑 声音忠信 主子又信任 难道这是主子的弑君易容来的 便收起一律退了出去 房间里只有两人后 楚清皇捧着蓝月的脸 福仓 你这张脸打扮得还真不错 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个男子 你什么时候到的 福仓彻底释放他的相思之意 笑盈盈看着楚清皇 属下任务在身 约莫半个月了 跟着端木玉和卫恒过来的 他们打算先除掉主子 让西齐陷入争夺地位的内乱 卫恒在恢复西齐五皇子的身份 端木玉会用北疆兵马 支持卫恒成为西齐天子 从而把西齐纳入北疆的掌控 北疆号战 历代皇帝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 不管能不能成功 都无法阻止他们 不切实际的妄想 楚清皇为端木玉的不自量力责了一声 所以你接了任务 准备刺杀于我 福仓低头轻笑 属下接这个任务 一来可以确保他 不会再找别人 二来还可以赚钱 楚清皇愉悦地捏了捏福仓的脸颊 你这叫骗钱 福仓压着心虚反驳 他们都想刺杀主子了 属下骗他们一点钱算什么 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况且 他们太穷了 最多只愿意出六百万两 楚清皇见福仓这些日子 又蜕变了一些 笑着点头 他们打算在主子生辰宴时 安排揽月姑娘进宫给主子献舞 在献舞的时候找机会行刺 原本是想让凌王当内应安排进去 但因为宣王的是凌王怂了 所以他们让我自己想办法混进宫 楚清皇吃笑出声 美人计对我不管用 见福仓有些低落 他又转了话语 不过若施展美人计的人是你 说不定还真能得逞 福仓做任务 男扮女装在青楼与楚清皇相会 彼此缓解相思之苦 楚清皇忽然听到福仓说 北疆端木玉出六百万买他的命 好奇地问了句 杀手榜上谁的命最值钱 福仓微末 然后如实回答 师父的命最值钱 北疆都出到了一千五百万两 其次就是大师兄轩缘后 被明码标价一千万两 但是无人敢接 毕竟九霄阁势力遍布天下 绝大部分高手 全出自于九霄阁 楚清皇会心一笑 父王这次给你派了什么任务 福仓温顺回应 杀了魏恒 拿回属于阎国王子的身份 楚清皇文言默了默 这任务简单地让我觉得 父王这是在放水 福仓想了想 我觉得师父的用意 应该不止于此 楚清皇满意地捏了捏福仓脸颊 不错 为思考会揣摩 很有进步啊 房门外 楚悬义盯着天字一号房 若有所思 能进天字一号房的人 绝对是非富即贵 却能如此轻易地让出揽月 怎么看怎么不正常 除非他们知道 二号房客人的身份 或者他们自己的身份 见不得人不敢露面 事关主子安危的事情 楚悬义正打算寻个借口 去天字一号房看看 就见主子推门出来 他福尔低声说出自己的疑虑 陈怀疑天字一号房的客人身份可疑 心里也好奇 揽月公子怎么没跟着出来 楚清皇闻言没了一瞬微点头 我知道他们的身份 回去吧 元宝去跟老宝说一声 揽月姑娘表现得不错我包了 不许谁再点她 也不理会楚悬义和元宝诧异的想法 打到回宫 元宝看了一眼房间那心头震撼不已 只听说过男子有断袖的 而陛下身边从没有男子 原来事后这口 隔壁房间端木玉谨慎地问 二号房客人离开了 确定他们的身份没 胃横冷哼 听说容王府最小的儿子是个顽固 应该没错 端木玉闻言松了口气 没把一个顽固放在心上 自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楚清皇的人头 顺利吞并稀奇 这会儿 楚清皇回到御书房 手握着考生答卷 仔细看了一遍 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考生答卷 可以说是份诉状 字里行间 把陷入困境中的心酸绝望和无力 表现得淋漓尽致 吴州官商勾结垄断当地茶叶 断了茶农们的生计 云恒在科举中写这样的文章告欲状 可见百姓深受其苦 却求告无门 西齐举国上下击毙已久 吴州暗展现出来的 只是冰山一角 楚清皇也深感头疼 做个明军 真的很不容易 元宝健壮担忧的询问 陛下可是累了 奴才给陛下暗 楚清皇当即拒绝不用 他只是不想 除扶仓以外的人 触碰他而已 忽然房里的蜡烛火焰 飘忽了一下 楚清皇当即就有 察觉到扶仓来了 顿时有了精神 元宝 你先出去吧 元宝功声告退 关上房门 心里忍不住纳闷 是错觉吗 陛下怎么好像突然精神了 一整天都神神秘秘的 房间里恢复 本来面貌的扶仓 出现在楚清皇身后 主子累不累 属下给你按按 说着 就将手搭在了肩上 熟练地按压起来 这次任务成功后 学艺时间就可以减少一年 我可以尽快回来 帮主子分担些事情 这半年来 属下还学会了七茶 英律酿酒 楚清皇故意逗他 让你去学艺 竟想着服侍人的事情 父王打你没 扶仓文言表情一僵 最近账本之上不怎么加数 也能感觉到 师父对自己还挺满意的 但是前些日子 挨了第一次打 楚清皇见他不说话 心里一咯噔 打过 扶仓微微一笑 前阵子师父布置任务 既能见到主子 又能减少实现 属下太高兴了 练武时 走神伤到了肩背 师父不满意 我定力不足 所以挨了一顿打 楚清皇文言满脸担忧地 拉着他的手四下打量 打哪了 扶仓看到主子关切的神情 心头一暖 笑得越发灿烂 主子别担心 只是皮肉伤 已经无碍了 楚清皇皱着眉 我问的是打在哪 扶仓羞涩的红了脸 怎么也不好意思 说出口 楚清皇小手来回摸索 最终视线和手 定格在扶仓的翘臀上 是这里 楚清皇知道 他父王向来严厉 说打一顿下手肯定不轻 担忧地逮着扶仓 上下打量 最后手停在了扶仓的臀部 可是打到这里 扶仓害羞地捂着臀部 连连摇头 不是 心想 要让主子检查这里得多尴尬 楚清皇见小奶狗 这般纯情忍着笑 不许撒谎 原本扶仓在暗格受罚挨打 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他不惧皮肉疼痛 但对上主子这般关怀模样 止不住的脸红心跳 伤势都痊愈了 主子不用担心 楚清皇却是站了起来 一脸认真 全没全愈 不是你说了算了 随我去寝宫 我好好给你检查一下 扶仓整个人手足无措 觉得很尴尬想逃 却又舍不得这难得的见面机会 门外元宝安安静静地候着 心里却在琢磨 陛下登机之前 后院确实有几个俊美秀雅的士君 可登机之后 却出人意料地 一个没册封 又想到陛下特意去青楼 豪至千金争抢的花魁揽月姑娘 难道陛下真的喜欢女子 楚清皇开门出来 打断了元宝的脑骨 元宝当即就要跟上 却突然见到 陛下身边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俊美少年 这人是谁 长得还怪好看 楚清皇听着他的心声无语吩咐 你不必跟着 元宝忍不住又在心里犯嘀咕 先是跟揽月楼花魁单独相处 这会儿 又跟这个俊美少年单独相处 陛下到底喜欢男子还是女子啊 回到酒华店 福仓红着个脸 吞去衣服 趴在床榻上 白皙的皮肤 裂着一道道伤痕 虽然红肿已消 但青子痕迹还清晰可见 楚清皇叹了声 真惨 疼不疼 福仓把头埋在枕头里 来缓解他的尴尬 回答还好 感受到主子冰冷的指尖划过 心想 主子这算是在调戏我吗 纯情小奶狗 完全架不住楚清皇的调戏 楚清皇听到久违的有趣心声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顿时起了玩闹心 故意轻轻摁了摁福仓的背脊 坚实有弹性 摸起来手感不错 一直理智沉脸的楚清皇 忽然觉得欺负人还挺好玩的 坐在床边看着小影胃头都不敢抬的模样 觉得更加有趣了 你是想把自己闷死吗 这么胆小羞涩 以后如何射起 福仓文言精神一阵 瞬间抬起头 属下可以的 主子检查好了吗 见主子在校 觉得主子就是在调戏自己 可自己无力招架 手脚都不知道该如何摆放是好 楚清皇见状 心情更愉悦了 小影胃跟着父王这么久 居然还这般纯情 要逗他的心思就更深了 拿起一瓶药膏 语气意味不明 检查好了 需不需要给你上药 今晚正来伺候伺候你 福仓文言 小脸胀的通红 紧张无措的摇头 不用主子费力 半个月前的事 这点皮外伤早就好了 楚清皇知道这些伤早就不需要上药了 可他头一次欺负人 正感觉有趣 便把药膏涂在福仓伤痕处 酥酥麻麻的感觉 一股脑全冲福仓脸上 身体忍不住轻颤闷哼了一声 楚清皇顿时红了脸收了手 发觉自己 好像欺负得太过了 本该无情无欲的隐畏 已经被聊得有了反应 福仓为自己刚才的反应 羞愧不安地缩成一团 这种局面 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更害怕主子因此生气 属下不是故意的 楚清皇看着福仓红红的眼眶 搭拉着头 像是受欺负的小媳妇一样 心软得一塌糊涂 才知道欺负人的感觉 原来如此美妙 忍不住过去亲了他一口 福仓 你真是个宝贝 福仓羞涩纯情的模样 惹得楚清皇忍不住巴唧一口 也不再继续撩拨他 万一都失控了 怎么好 于是让福仓穿好衣服睡觉 福仓因为主子主动地亲吻 心里填成了蜜 大胆地伸手 把主子揽入怀中入睡 一夜相安无事 次日早朝 楚清皇刚授完百官扣行大礼 就有人高声弹劾 启禀陛下 臣要弹劾荣王和荣王府三位公子 作风不正 楚清皇坐在龙椅上一言不发 目光看向慷慨激昂的御史 看来北疆皇帝渗透了不少人在朝中 荣王一脸莫名其妙 自己和儿子都忠心于陛下 这弹劾是为什么 难不成女皇陛下 打算对荣王府动手了 楚清皇听着荣王的心声 威严开口 严大人要弹劾荣王什么 严御史义正言辞地表示 昨晚楚家公子 公然在揽月楼争夺花魁 道德败坏 犹辱皇族 臣弹劾荣王教子无方 求陛下圣财 荣王扭头斥责 一派胡言 昨晚玄义当之清随陛下左右 玄策和玄玉也并未外出 严御史不依不饶 那揽月姑娘 昨晚开始就不见客人了 定是被带出去私混 扶仓悄悄蹲在房顶 看里面大臣们 你一言我一语 他这个当事人 顿时红了脸颊 想想昨夜长到的甜头 和意犹未尽 如他所言 确实私混去了 元宝心虚地看了眼 淡定如常的女皇陛下 昨天的事 不会露线了吧 要让他们知道 所谓的荣王府世子 就是女皇陛下 怕是得炸锅 严御史还在咄咄逼人 有人亲眼所见 荣世子豪至千金 争花魁 府上三公子过去 就是个顽固 还被陛下惩治过 干出这事也不稀奇 荣王气地抱了句粗口 你放屁 正是陛下教导有方 玄狱如今 早就不去那封月场所了 楚清皇听了半想 终于开口 严大人既然说 有人亲眼所见 这人正是谁 只认荣王府哪位公子 条理清晰的三个问题 严御史愣了愣 启禀陛下 臣暂时还不确定 是哪位公子 楚清皇目光一灵 出声打断了他的后话 弹劾大臣 却并未掌握确切的证据 朕若听信你一念之词 就给荣王府定罪 未免有失公寓 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天花板 知道扶苍在那里 便一语双关 好色乃是人之本性使然 偶尔逛的青楼放松一下 也无可厚非 不过放纵归放纵 若是各位做不好 自己的分内之事 贪污受贿结党隐私 那朕可就做不到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朕向东陵界的银子 都是要还的 还指望家里钱财富裕的爱卿 尽一尽力呢 楚清皇的恩威病师 让大臣们浑身一个机灵 丢关抄家可不好玩 都扶手呐喊吴皇盛名 臣等不敢 荣王在心里琢磨 陛下虽然不追究 但无风不齐浪 回去就把几个儿子叫过来审问 若真是玄于混账 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散朝后 楚清皇在御书房 召见了状元楚玄策和炭花云恒 直接开门见山 楚玄策 朕任命你为钦差前往吴州 清查官商勾结之事 周家也有茶坊产业在吴州 此次周少会从旁协助跟你一起去 楚玄策恭敬地领命 身旁的云恒伏地请罪 草民将考试文章写成诉状 恐有欺君之罪 干受陛下处罚 心想若能换得家乡安宁 绝不后悔在电视上告欲状的决定 被陛下判死刑也值了 就在他一心等待处罚时 却听女皇陛下说无妨 起来吧 扶风扶影 你们二人保护好楚玄策 还有云恒的家人 回头叮嘱楚玄策两人 朕不需要你们死而后已的高尚 若有万一 以自身安危为重 云恒内心震撼无比 这般挑战皇权威仪 女皇陛下连声问责都没有 传言果然不可惊心 这位女皇陛下 分明是位圣明天子 另一边 端木玉和卫恒 筹备了三百万两银票 再次来到揽月楼 把三百万两银票 拍到扶仓面前 女子为帝 当真是可笑至极 这是三百万两 女皇的生辰是七月十二 是很好的葬身之日 助揽月姑娘一击得手 剩下的三百万两会 如约奉上 扶仓看了一眼厚厚的银票 心里暗到蠢货 七月十二是你的葬身之日